2007年全世界顶尖的物理学家们突然纷纷自杀 他们的共同点是 在死之前都与一个叫做科学边界的组织有过联系 这引起了中国和世界各国军方的重视 于是各国成立了联合作战中心协同调查 中国年轻的女物理学家杨东也被发现在其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 正在警方勘察现场的时候 作战中心的史强队长一边玩着手机里的贪吃蛇游戏 一边大大咧咧的来到了现场 从警方处接手了这个案子 随后史队长带人来到了纳米科学家汪淼的家里 来调查后者与科学边界联系的情况 并请汪教授参加作战中心的会议 秀才遇见兵两个人从一开始就不对付 言语间充满了火药味 不过汪教授还是去参加了作战中心的会议 在作战中心史队长对汪淼的纳米的研究成果 飞刃技术很感兴趣 注意导演在此设计了一个在未来将会引起全剧最大高潮的大大的伏笔 开会时汪教授惊讶地发现曾与自己有过一面之缘的女科学家杨东的名字 竟也在自杀的人员名单中 杨东的遗言是写在一片画术皮上的内容非常的简短 大意就是物理学已经不存在了 由于杨东在生前也曾与科学边界有个接触 亚洲战区的负责人常伟司少将 希望汪淼能够到科学边界去做卧底 以了解这个神秘组织的内部情况 常伟司让汪淼不要对史强介意 史队长虽然表面看上去大大咧咧有嘴滑舌 但却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刑警和反恐专家 也曾经是自己手下的一名勇敢的士兵 在临分手的时候常伟司问汪淼 汪淼拜访了杨东生前的未婚夫 同为物理学家的丁一博士 刚刚经历了失去心爱之人的痛苦的丁博士 精神颓废喝得烂醉 他对汪淼说出了与杨东的遗言同样的话 丁一说物理的基本规律已经被改变了 现在的物已经没理了 就好比你打台球 球不是按照力的方向运动 而是像小鸟一样的四处乱飞 甚至飞出了太阳系 更令汪淼感到恐怖的是 丁一说杨东的老师费曼教授 在杨东的实验还没结束时 就已经拿到了杨东的实验报告 这相当于时间倒流了 完全无法用现有的物理逻辑进行解释 丁一的话使汪淼感到不寒而栗 为了弄清楚这个事情 汪淼参加了科学边界举办的聚会 他发现来的都是社会上的知名学者和科学家 科学边界的负责人沈玉飞 给大家讲述了射手和农场主的故事 在一个农场里有一群火鸡 农场主每天中午11点来给他们喂食 火鸡中的一位科学家观察这个现象 一直观察了近一年都没有过例外 于是他发现了自己宇宙中的伟大定律 这个定律就是 每天上午11点就有食物从天而降 于是他就在一天早晨 向火鸡们公布了这个定律 但是在这天的上午11点 食物没有降临 农场主进来把他们都捉去杀了 把他们都捉去杀了 因为那天是感恩节 沈玉飞的观点很明确 人类不过就是农场主饲养的火鸡 在宇宙中有一个高级的存在 他掌握着人类的一切 在阳东的葬礼上 汪淼见到了阳东的母亲叶文杰 汪淼想把自己给阳东拍的照片交给养母 但是他突然发现在照片的正当中居然出现了一组奇怪的数字 汪淼立刻回家查看自己最近拍过的所有的照片 他发现在每张照片中居然都存在着一组数字 当他把所有的照片中的数字联系在一起时 他惊恐的发现 这些数字居然是一个正在进行着的倒计时计时器 倒计时的数字从1200小时开始 此刻正在随着时间的速度递减 然后汪淼分别让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用自己的相机去拍照 奇怪的是别人拍出来的照片里都没有倒计时 只有自己拍出来的照片里存在着倒计时 很明显倒计时只是针对他汪淼一个人的 紧接着他又发现自己的眼睛里居然也出现了一个倒计时 无论他看向哪里 眼睛里的倒计时都像幽灵一样的跟着他 在做医生的妻子的坚持下 汪淼去医院做了眼部检查 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是非纹症 医生安慰汪淼 你不要担心 你只是太累了 休息一下就会好的 非纹症不影响健康 无论汪淼如何向医生描述他眼中的倒计时数字 对方都不肯相信他的这一番奇谈怪论 人家说了 你说那种情况根本不存在 汪淼猜测 此事极有可能与申玉飞有关 于是他便来到了后者的家中拜访 一进门 他就碰到了申玉飞的丈夫 数学家魏成 魏成是一个除了数学以外 对于其他任何事物都不在意的天才 他使用着最昂贵的计算机设备 却像一个流浪汉一样 在这两口子的家里处处透露着诡异的氛围 申玉飞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灵敏精准的 像一台计算机一样的女人 你在他这里永远听不到哪怕一个字的废话 此刻申玉飞平静地听完汪教授的讲述 他随即便提出了一个貌似与话题风马牛不相及的建议 他要汪淼停止目前正在进行的纳米技术实验项目 关于幽灵倒计时的简短谈话就到此为止 之后不管汪淼如何努力 申玉飞再也没有说出一个与此相关的字 只是不断地重复那句话 回到家的汪淼听说又有16位科学家 在实验室意外中伤亡 后骨的惊悚与极度的恐惧 令汪淼的精神濒于崩溃 他来到了自己的实验室 下意识地按照申玉飞的要求 关掉了正在运行着的黑箱设备 就在那一刹那 眼睛里的倒计时居然真的从不停止 并且消失了 惊恐万壮怒不可的汪淼终于情绪失控了 他在电话中对着申玉飞怒吼道 你们这不过就是一个小魔术 小霸戏 你有本事把倒计时给老子打到太阳上去 申玉飞则依然冷静而镇定地打到 你的意思是想从更大的尺度上看到倒计时 申玉飞说得嘞 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 他让汪淼找一个可以观测宇宙背景辐射的地方 并且告诉汪淼 汪淼本来说的是气话 但是没想到人家真的应战了 孟子约自己约的炮含着泪也得打完呢 谁叫自己刚才叫板来的 于是汪淼便拜访了叶文杰 叶文杰有个学生叫做沙瑞山 在北京近郊的射电天文观测基地工作 所以叶文杰就把汪淼推荐了过去 让他到那里去观测宇宙背景辐射 顺带说一句 这个观测站是真实存在的 全名叫做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密云射电天文观测基地 就位于密云水库的北岸 别说我泄露国家机密啊 这可是在百度上查的 沙瑞山在观测基地接待了汪淼 在听完汪淼讲述了将要发生的情况之后 沙瑞山表示 那根本不可能 但是在与沈玉飞约定的凌晨一点钟到来时 宇宙竟然真的开始如约闪烁了 这一现象将沙瑞山和汪淼彻底吓傻了 汪淼按照沈玉飞的要求 将闪烁的长短波对照摩尔斯密码 结果显示出来的 竟赫然就是倒计时的继续 还剩1108个小时 还剩1108个小时 距离1200小时的倒计时起点 已经过去了92个小时 这近乎魔幻般的神奇景象 使汪淼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竟然是真的 于是他又借来了3K眼镜 用肉眼直接观测 宇宙背景辐射 这一看不要紧啊 假如之前的汪淼还只是被吓得半身不遂 那这下好了 他被吓成了全身不遂 就在汪淼即将彻底崩溃的时候 一个男人悄悄的来到了汪淼的身边 不用看也知道 这个时候来的一定是史强啊 史队长带着被吓成港度的汪淼去吃饭 汪淼这会儿也不反感史队了 他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的 把这几天的遭遇一五一十的都对史强说了 大史的评价很干脆 就一个字扯淡 史强说事出反常必有妖 一定有人在捣鬼 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 别看史强是个大老粗 但他却粗中有戏 他虽然一时间也搞不清楚真相是什么 但他明白目前最主要的是稳定住汪淼的情绪 如果汪淼垮了 那么中国军方就失去了调查科学边界的抓手 于是他不断的给汪淼打气 他们越是让你害怕什么 你越不能让他们如愿以偿 在听了汪淼讲述的农场主假说后 大史对汪淼说 就算咱俩都是鸡 你也是科学鸡 而我是保镖鸡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 就这样两只鸡心紧紧的凝聚到了一起 为了给汪淼增强正能量 史强别出心裁的制作了一个倒计时 电子钟戴在身上 并把电子钟的时间调到了 他还说 坦率的说这句话的意思我没理解 因为书里没有这个故事情节 搞爆破的朋友做的是什么意思 难道这是一个定时炸弹 归零就爆炸 大史要和汪淼同声共死 反正我是没搞清楚 朋友们可以给我留言 谈谈你们对此的观点 总之史队长的这碗十拳大骨鸡汤 到了汪淼的体内 变成了沸腾染指的鸡血 使这位汪教授树立起了昂扬的斗志 大老粗史强就这样成了科学家汪淼的精神图腾 史强把近一时期的情况 向他的上级常伟斯做了汇报 根据原著的介绍 常伟斯是一名陆军少将 但是我在第一眼看到扮演常伟斯的这位演员的时候 还是觉得比较有喜感的 常伟斯给史强派了一个能干的助理 叫徐冰冰江湖人颂外号以一当十 这个以一当十原本是用来形容巨鹿之战的时候 项羽手下江东八千子弟兵作战勇猛的古老成语 但在这里的意思确实只拿着一个人的工资 干十个人的活 冰冰是信息安全部门的计算机专家 俗话说人有起错名字的 没有叫错外号的 以一当时的绰号真不白给啊 他一来就立刻把一切安排的井井有条 史强将调查目标 史强将调查目标对准了叶文杰 因为凡是接触过科学边界这个组织的科学家 只有两个结果 要么加入要么自杀 而叶文杰和汪淼是唯二的两个既没有加入组织 也没有自杀的科学家 电视剧在此对叶文杰的背景做了基本的交代 不过出于你懂得的原因 这一段的内容表述的含混不清 使人有种不明所以的感觉 因此我就在这里将原著的内容口述补上吧 叶文杰有个妹妹叫做叶文雪 叶文雪是一个激进的红卫兵小将 他不但检举自己的父亲 物理学家叶哲泰是反动学术权威 而且他本人也在15岁的花季年华 死于一场造反派之间的舞斗 愚昧而壮烈 叶哲泰则被自己的学生们批斗了 他的妻子也就是叶文杰和叶文雪的母亲叫做少林 是一个很会见风使舵的聪明人 他和女儿叶文雪一起坚定的和叶哲泰划清界线了 并且在批斗会上狠批自己的丈夫 像少林这种人在那个年代不仅可以安然度过 有的还可以把绊脚石变成垫脚石 从此平步青云扶摇直上 而像叶哲泰这种坚持说真话说人话的 死不改悔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自然也就成了造反派们的斗争对象 于是这位老物理学家最终被四个年仅14岁的 女红卫兵小将们用带同扣的武装袋当场打死 叶哲泰的那句台词 任何飞扬的思想都会怦然准备 就是原著中的这句话 只是去掉了最前面的三个字 彼时还是少女的叶文杰 当时就在批斗会的现场 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亲被活活打死的场景 于是他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从而为他日后做出仇视人类 毁灭世界的行为埋下了伏笔 就在史强调查叶文杰的同时 申玉飞也接到了他的主发来的命令 要他争取汪淼加入他们的组织 如果失败就干掉汪淼 有了史强这支保镖机 汪淼便开始正式加入科学边界组织做卧底 申玉飞给了汪淼一个网址 邀请他玩一款游戏 这就是本剧的核心内容之一 三体游戏 原著的作者刘慈欣在这里展开了 他那如同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 营造出了一个极富奇幻魅力的宇宙空间 我在网上搜索了这个网址 发现还真有这么个网站 里面是腾讯制作的一些与三体相关的内容 于是汪淼和史强深着威装剧进入到了游戏里面 在剧中导演增加了史强的戏份 在原著里只是汪淼一个人进去的 不过大使即便进去了也只是捧根去的 汪淼在游戏中的网名叫做海人 游戏里的世界荒凉而寒冷 时间背景被设定为中国的战国时代 海人在游戏里看到了蓝色的太阳 他还碰到了周文王和一个河南口音的周文王的追随者 游戏营造出的是一个混乱无序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叫做恒纪元 一种叫做乱纪元 在恒纪元里气候温暖 环境舒适 日夜有规律的交替着 而在乱纪元里则昼夜无序环境严酷 太阳要么升不起来 要么同时升起两三个 不是把人冻死就是把人考个八分熟 两种纪元互为对方的间隙 交替更迭着 由于这两种纪元完全都是突发的和无规律的 故而谁也无法准确预测每个纪元的发生和持续的时间 于是那个世界里的人都进化出了脱水的功能 他们可以脱去身体里的水分 把自己变成一块干纤维 使自己可以像衣服一样可以被折叠储存起来 以求度过漫长的乱纪元 当恒纪元到来时 他们只要把自己浸泡到水里就能复原 然后趁着稳定而适宜的环境疯狂的发展文明 因此这款游戏的目标 就是研究游戏里的这个世界的规律 预判恒纪元的到来 从而发展那个世界的文明 海人随着周文王到了昭哥 游戏里的昭哥城被设置的非常简单 就只有一座巨型金字塔和很多巨大的蛋白 他们在金字塔内见到了昭王和福西 昭王就是这个游戏世界的元首 元首是不可以脱水的 否则当恒纪元到来的时候 就无人启动浸泡的程序了 为了隔绝乱纪元的严酷环境 昭王只能居住在坚固的巨型金字塔里面 时刻保持着清醒 福西认为太阳是脾气乖丽的大神 醒着的时候喜怒无常 就是乱纪元 睡着了就呼吸均匀 就是恒纪元 于是他建议昭王树立起那些巨大的蛋白 目的在于催眠太阳神 从而使世界长期处于恒纪元 但是显然福西的观点是错误的 于是他就被武士推进了沸腾的大顶 色香味俱全了 周文王为昼王推演长恒纪元到来的准确时间 由于游戏里的时间可以快进 所以周文王的预测很快得到了验证 昼王十分满意 随着昼王一声浸泡的指令 那些脱水的干纤维集体跳入了水中 恢复成了人的模样 美好的恒纪元开始了 但随着天空中三颗飞星的出现 寒冷的乱纪元很快就到来了 昼王不得不下令全体脱水 这就是那个世界的严酷之处 一次文明刚刚开始便匆匆收场 周文王的下场也和福西一样 色香味俱全了 游戏的屏幕显示第137号文明在严寒中毁灭了 但是文明的种子仍在 游戏将重新启动 汪苗也只好退出了三体游戏 但是这个游戏的真实程度 与潜在的海量信息 使得汪苗大感惊讶 一般的游戏创作者为了提升客户的体验感 会不断的加强细节 而这款游戏却恰恰相反 细节真实到了使人感到恐惧的地步 而且游戏本身明明蕴含着巨大的信息量 却刻意隐瞒 寒耳不露 与现实中其他游戏刚好是反过来的 这个奇怪的现象更令汪苗大使和冰冰三人困惑不已 除此之外呢 我认为三体的第八集其实就是编导们想让观众的精神放松一下 在这一集里 沙瑞珊成了傻瑞珊 他把汪苗约到了观测站 并且把他俩第一次见面时的一切细节都重复表演了一遍 他期望再次看到宇宙闪烁 结果当然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了 傻瑞珊的滑稽的客舟求见般的举动 把汪苗斗得哭笑不得 鉴于不断的仍有科学家自杀的现象发生 常伟斯和史强决定对所有与科学边界有过接触的中国科学家们采取强制保护 而汪苗眼中的倒计时则仍在继续 那个叫做沐星的新媒体人 这是一个原著中没有的人物 给我的感觉 这个沐星和那个沙瑞珊就是导演安排的两个活跃气氛用的捧跟的 潘寒是一个知名的生物学家 他创立了中华田园社团 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 他设想使人类回归农业文明 后面潘寒这个角色还有重要的媳妇 到那时我们再详细介绍此人 现在暂时就不细说了 我简单介绍一下剧中提到的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理论 对于宇宙的起源啊 目前主流的假说是大爆炸理论 就说今天的这个宇宙起源于138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 目前的宇宙仍然处在那次爆炸的膨胀过程当中 而且还呈现出加速膨胀的迹象 而宇宙微波背景呢 就是大爆炸遗留下来的充斥着整个宇宙的电磁辐射 人类可以通过宇宙微波背景来推测宇宙刚形成时的样子 再说的白话一点 这就相当于宇宙诞生之初的第一缕光 那么这个现象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这里还有个有趣的小故事 在1964年贝尔实验室的两名无线电工程师 阿诺彭奇亚兹和罗伯特威尔逊 用天线监测到了一种奇怪的噪音 这个噪音没有一个明确的源头 而且不论他俩将天线对准天空的任何一个方向 都能监测到同样强度的噪音 刚开始哥儿俩还以为这是天线里面的那个鸟粪造成的 于是哥儿俩把天线里里外外打扫了个遍 但是这种神秘的噪音依然存在 二人就感到非常困惑 就四处求教 后经高人指点呢 两个人才明白 哦 原来这就是科学家们一直在苦苦寻觅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呀 这个发现为宇宙大爆炸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 同时这哥儿俩也没白忙活 他俩也因此获得了197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由于全球的物理学家大量自杀的现象仍在持续的发生着 常伟司决定对所有与科学边界组织有过接触的中国科学家们 都采取强制性保护措施 然而诡异的现象却发生了 这个保护计划只有常伟司自己才知道 就连负责护送这些科学家们的特警 在到达安全屋的前一分钟都不知道自己将要去的具体地址 但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这些秘密地点却被一个叫做胡小熙的人先知先觉了 他带着人提前埋伏在那里 拍摄了护送科学家们的视频 并将视频交给了那个自称是新媒体人的木星 这一结果使得常伟司感到几倍发凉啊 他完全无法想象这些秘密信息究竟是怎么被泄露出去的 那就是有内鬼 要说内鬼的话只有一个人 就是我 常伟司开始意识到目前发生的一切已经超出了常识认知的范围 史强抓住了那个叫胡小熙的人 令人惊讶的是胡小熙对全球各大战区的情况了如指掌 胡小熙原来只是一个网管 后来开始写科幻小说 笔名叫做穿驼的诗人 稍微介绍一下啊 这个胡小熙是一个在原著中没有的人物 而他的笔名穿驼的诗人 我觉得起的还是不错的 很符合这个人物的调性 穿驼是由出生于苏联的美国籍犹太裔生物化学教授 兼科幻作家艾萨克阿希莫夫 在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科幻小说 银河帝国中的一个虚构行星 这个行星就是第一银河帝国的首都 哎呀 这段绕口令应该被作为德云社学员班的口识项目啊 阿希莫夫那才叫做科幻小说世界的真正大神级的人物 由他所创作的银河帝国三部曲 也被公认为是科幻圣经 我们接着说句啊 这位 胡小夕我总觉得这个名字就是编导们玩的一个谐音梗 你看这个胡小夕是不是指着胡说八道消息的意思啊 我瞎猜的啊 穿驼诗人胡小夕的信息又是怎么来的呢 是由潘涵提供给他的 潘涵显然是站在全球各战区的对立面的 而包括中国战区的常伟司将军在内 全球各战区的所有领导人却仍然不知道自己所面对的敌人究竟是谁 我宁可面对一场真正的战争 也不想像现在这样做一只等待感恩节的火机 而潘涵与申玉飞两个人貌似是在同一个组织里的 但他们的理念却是不一样的 这里就牵扯出了本故事中的两个重要的概念 拯救派和降临派 由于电视剧的情节还没有就此展开 所以我先不剧透 大家可以先记住这两个词汇 后面我们再详细揭识这两派的区别 由于八名被保护的中国科学家的名单 是在科学边界里充当卧底的汪淼向史强透露的 故而汪淼的卧底身份就算是暴露了 于是史强决定开始与申玉飞进行正面接触 申玉飞约汪十二人在美轮美奔 而又无比震撼的三体游戏中见面 并且告诉他们 汪淼与史强在申玉飞的家里找到他本人 并且问他是怎么在阳东做实验之前就预先知道了实验的结果的 后者答约 这里有一个镜头 阳东的实验报告上的时间是2006年8月2号上午9点 但是这个申玉代表着星期天的意思 可是2006年8月2号是个星期三而不是星期天 我不知道这是否属于一个bug 还是另有其他的意思 朋友们可以给我留言谈谈你们对此的看法 随着对阳东之死的深入调查 史强发现阳东在自杀前忽然性情大变 他不再热衷于他的物理学 他开始向往与丁怡结婚后的普通人的生活 并且还找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 但阳东就是在这种看上去一切都很正常的情况下突然自杀 并且写下了那封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遗书 这使得史强认为在阳东的母亲叶文杰身上存在的疑点越来越大 于是大使就让汪淼去和叶文杰接触 汪淼去见了叶文杰 此处电视剧再度以倒序的方式展开了叶文杰的身世 接下来我将继续结合原著讲述叶文杰的故事 在父亲惨死两年后 叶文杰由于出身问题被分配到了大兴安岭的生产建设兵团 说是建设其实就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疯狂摧毁 森林大面积的被烂砍烂伐 几百年长成的参天大树十几分钟就被锯掉了 大片的临海化为荒山秃岭 大片的草原变成干涸沙漠 几百把邮聚如同一群钢铁蝗虫 所过之处只留下一片树桩 除了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道德人伦以外 文革对中国自然环境的破坏规模和破坏程度 也是史无前例 沁竹难输 他们在这的开发方针究竟是搞生产 还是搞破坏 叶文杰在生产建设兵团里 认识了一个叫做白慕林的记者 同为知青的他俩颇有共同语言 而彼时的叶文杰还不知道 眼前的这个斯文书生竟是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人 一切还要从白慕林借给叶文杰的一本书 《寂静的春天》说起 《寂静的春天》 Silent Spring是一部真实存在的 由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撰写 并于1962年出版的 详细介绍由于全球各地滥用杀虫剂 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和种种危害的极具影响力的英文科普 白慕林和这本书的出现 给当时正处于伤痛中的叶文杰的内心世界 带来了春天 但是38年后 在叶文杰的最后时刻 当他回忆起这本寂静的春天 对自己一生的影响时 他觉得正是这本书 使他对人类之恶第一次进行了理性的思考 由此产生出的一个推论令他不寒而栗 那就是也许人类和邪恶的关系 就是大洋与漂浮于其上的冰山的关系 两者其实是由同样的物质组成的 只是形态各有不同 他意识到人类真正的道德自觉是不可能的 就好像人类是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 使自己离开地面那样 要想做到这一点 只有借助于人类之外的力量 正是这个想法最终决定了叶文杰的一生 在二人交往的同时 白木林也向叶文杰介绍了距离建设兵团不远的 雷达峰的情况 雷达峰原本是一个无名的山峰 由于军方在山顶树立起了一个巨大的雷达 故而被叫做雷达峰 雷达峰的行政级别很高 属于国家军事机密 只要有人靠近 哨兵可以不加警告而直接射击 而且自从那个巨型雷达在山顶被树立起来之后 那一带也常有一项发生 给当地的环境和老百姓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但当地人对此却不明所以 只知道那是一个非常神秘又十分重要的军事基地 不久后白木林要给中央写信 反映建设兵团的不负责任的大肆破坏环境的恶劣行为 他给叶文杰看了自己写的那封信 叶文杰觉得信的内容很好 但由于白木林长时间从事体力劳动 他的手抖得厉害 导致自己潦草 单纯的叶文杰主动提出要帮助白木林抄写那封信 也正是在那一刻 一种微妙的情愫在二人之间悄然萌发 但初恋的种子还没来得及 发芽就被无情的摧毁了 叶文杰的厄运也随之降临 几周后 他被紧急召回连部 部队里的上级部门开始调查 叶文杰替白木林抄写的那封信 他们认定叶文杰就是这封信的写作者 并且认定叶文杰是在借这封信 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 而令叶文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白木林竟谎称这封信就是叶文杰写的 而自己只是受叶文杰的委托 将信带为寄出 信的内容他一概不知 就连那本寂静的春天也被他说成是叶文杰 趁他不注意时偷的 他是这么说的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出来吧 白木林一改往日的知识分子的斯文形象 他像一条疯狗一样的攻击的可怜的叶文杰 叶文杰苦等的春天没有到来 他却被寂静的春天把脑袋给开了 我觉得上面这一段的故事情节增添的非常好 白木林的卑鄙行径不仅彻底摧毁了叶文杰的那颗本已被严重伤害的心 也使得叶文杰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了人的无耻与邪恶 但在原著里对于白木林是这样描写的 白木林并不是刻意的陷害叶文杰 他只是在看到自己写的那封信闯下了大祸之后 他害怕了 出于懦弱而选择牺牲叶文杰以求自保 后来白木林在1975年调到了东北某科学工作 80年代初的时候呢 他出国到了加拿大 在沃泰华的一所学校里面教书 1991年因为肺癌而去世 在他的余生里再没对人提过叶文杰三个字 至于他是否曾因此而感到过自责或者是忏悔 也就无从得知了 原著对于程代表这个人物所用的笔墨不多 但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 程丽华是中级法院军管会的军代表 由于文革开始后 公检法系统被彻底砸烂 因此审理叶文杰案的不是法官 而是这位貌似和蔼平易近人的军代表 程代表先是装出了一副慈母的样子 对被关押着的叶文杰嘘寒问暖 然后就想哄骗叶文杰在一份文件上签字 那是一份关于叶文杰的已经去世的父亲 叶哲泰的黑材料 落款处竟赫然有着叶文杰的妹妹 叶文雪的签字 叶文杰抱定了一死的决心 拒绝在污蔑父亲的文件上签字 电视剧中关于这一段的描写就此打住了 但书里却把程代表这个蛇蝎毒妇刻画的十分传神 他一看叶文杰不签字 脸上的慈祥表情就立即凝固了 然后他就慈祥的把一桶水 一半泼到了叶文杰身上 另一半则有条不紊的倒在了牢房里的被褥上 然后骂了一句顽固的小杂种就走了 那可是在内蒙古的延东啊 叶文杰的身上被淋的湿透 还无法用棉被取暖 他被折磨的发起了高烧 陷入了长时间的昏迷 醒来时他恍惚意识到自己正在一架直升机上 而目的地就是雷达风 汪苗眼中的倒计时还在继续 倒计时还剩下719个小时 由于傻瑞山是个懂物理学的游戏迷 汪苗和史强决定 拉他一起进入三体游戏 帮助通关 与此同时 潘寒也继续向木星提供资料 揭示科技对人类和环境带来的危害 当汪苗再次回到三体游戏时 他发现游戏里的环境和气候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时代背景已经进化到了汉朝 游戏中的金字塔 由埃及式的变成了阿兹台克式的 元首也从昼王变成了汉武帝 汪苗在游戏中的网名叫做海人 海人见到了莫子 莫子当然不是汉朝人 但在游戏里 时空和人名都是错乱的 莫子的理论极具颠覆性 他认为宇宙 其实是一个悬浮于火海中的 有两层球壳所构成的巨大的空心球 在两层球壳的表面上 分布着大小不一的洞 火海的光芒从这些洞中透进来 从小洞透进来的光芒 是人类认为的星星 而从大洞透进来的光芒 就是人类认为的太阳 而宇宙之外则是火海 莫子还照此理论制造出了一个巨大的 由人力驱动的宇宙模型 并希望以此来模拟出宇宙的运行状态 必须说的是莫子 其实也就是原著的作者刘慈欣 他的脑洞的确够大 在我们常人看来 太阳就是一个发光发热的球体 地球被太阳照射到的地方就是白天 反之则是黑夜 对不对 而刘慈欣却借着莫子之口 假想太阳只是一个空心球壳上的巨型光弯 而所谓太阳发出的光 是由球壳外面的火海通过球表面的洞设起来的 无论是原著还是电视剧 对这一段的描述都比较烧恼 我现在来打个比方解释一下 刘慈欣的这个奇思妙想啊 我们先想象有三个球 分别是篮球 排球和冰邦球 这三个球呢 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 一个套着一个 篮球个儿最大 所以它在最外层 篮球的里面套着的是排球 排球的里面则是冰邦球 而在篮球之外则是一片火海 莫子口中的这个宇宙 指的就是篮球以内的空间 在篮球和排球的表面啊 遍布着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的洞 火海的光芒 首先通过最外层的篮球上面的洞 照射到了里面的排球的表面 然后再通过折射和反射 又通过排球上的洞 最终射到了排球里面最核心的 那个冰邦球的表面上 而这个冰邦球呢 就代表着我们的地球 当地球上的我们 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 看到的实际就是排球内壁上的洞 透射进来的光点 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 太阳月亮星星之类的天体 天空中所有的星星点点 都只是篮球外的火海 通过篮球和排球上面的洞 透进来的光而已 虽然莫子的这个理论 十分富有想象力 但当然也是错的了 不久太阳便吞噬了游戏中的大地 所有的人 包括莫子和海人 也都被考化了 三体游戏的第141号文明 也随之毁灭 所有的游戏参加者们 都是以预测恒迹源的到来为追求的目标 但都失败了 游戏中的太阳是无规律的 它可以很久都不升起来 也可以在升起来之后瞬间消失 所有人对此都无法做出解释和预判 但由汪淼 史强 宜当时和傻瑞山 组成的四人团队正在一步步的逼近真相 而我们的大使还多了一项任务 那就是汪淼家的保姆 我带你吃好吃的 就是平时你爸你妈不让你吃的 吃完了想吃乳煮吗 嗯 汪教授 你心真大 你更怀疑叶文杰了 他才是最大的疑点 随着对杨东自杀案的深入调查 大使认为叶文杰的疑点越来越大 按道理来说 女儿死了最难过的莫过于母亲 而杨东死了 叶文杰却表现得如此平静和自然 这太不像一个母亲了 而且叶文杰本人也有一些档案 至今仍然不能解密 这更加激发了大使的好奇心 凭着一个老刑警的直觉 他认为这个老太太绝不像是 表面看上去的那样 就是一个退休老狱那么简单 于是大使一方面 窜的汪淼去找叶文杰去套话 一方面催促常伟司 去争取叶文杰的档案 你催我 我催谁 我不催你催谁呀 我那十一个编制 你心里没数啊 心里有数没 叶文杰继续给汪淼 讲述着自己的过往 故事承接上级 在临场劳动的叶文杰 先是被卑鄙无耻的白木林出卖 后又被慈祥和蔼的成代表折磨 他陷入了昏迷 醒来时发现自己正在一架军用直升机上 而目的地就是神秘的雷达峰 把他带上飞机的是两名军官 分别是雷达峰的政委雷志成和总公杨卫宁 叶文杰认识杨卫宁 因为杨曾经是叶文杰的父亲 物理学家叶哲泰的学生 叶文杰与杨卫宁二人很早以前就曾经在叶家见过几面 只是当时没有过多的交往 杨卫宁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同时他也深暗明哲保身之道 我觉得理论研究容易在思想上犯错误 杨卫宁故意没有与这位小师妹打招呼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二人之前的关系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样做无疑对两个人都有好处 从雷政委与杨总公的对话中叶文杰明白了 他将被调到雷达峰上面去工作 在调动的问题上雷阳之间是有着明显的分歧的 因为在雷达峰上正在实行的是当时一个国防重点项目 凡是能够参与的人 无论是对其专业水平还是对政治面貌都有很高的要求 而且山上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 因此有能耐的人不愿意来 没能耐的又来不了 所以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 杨卫宁发现了叶文杰曾经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上的一篇 关于太阳辐射的论文 于是便坚持要叶文杰这个具有专业技术的人才 而雷政委却显然更加介意叶文杰的反革命分子的身份 故而他是极不情愿把叶调来的 下了飞机之后 杨卫宁郑重地对叶文杰说 因为你血性攻击社会主义那件事情的性质非常之恶劣 成代表立主要重叛你 但是最多也就是十年的刑期 考虑到减刑的成分也就是个六七年的样子 而这里是最高机密项目 以你的身份一旦走进这道门 可能一辈子都出不来了 你慎重考虑一下 如果不愿意留下来 三小时之后你还可以搭那架来的时候 乘坐了那个向山顶运送物资的支撑飞机回去 当然在山下等待你的将会是十年的刑期 话都交代清楚了 没想到叶文杰几乎是想也不想就走进了那扇大门 你知不知道进去之后意味着什么 我愿意在这待一辈子 他甚至都没有回头看一眼身后不远处的临场 杨卫宁哪里知道 此时的叶文杰已是心如死灰 他亲爱的父亲在他的面前被人活活打死 他的母亲和妹妹也跟着一起迫害父亲 由于出身问题 叶文杰本人一直遭受着周围人的歧视和欺负 而自己曾经那么信任的白木林 却被证明只是一个无耻小人 成代表貌似慈祥和蔼 内心却如蛇蝎般狠毒 人类的伪善残忍贪婪与邪恶 已使他极度失望 此时的叶文杰可谓万念俱灭 除了死后不知是否存在的另一个世界 他最想去的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而雷达峰正好符合他的这一要求 两扇沉重的铁门在他谦弱的身体后面被关上了 每个人都只能有一个命运 叶文杰就在这个寒冷的冬夜 在这个陌生的山峰一头扎进了他自己的宿命 进去之后 叶文杰感觉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 里面所有的人全都是军人 每个人都各司其职紧张地工作着 谁也不会去关注他这个陌生人 太好了 这正是叶文杰想要的 看着那一排排陈列着的电子设备 叶文杰感到既陌生又亲切 此时他宁愿与这些冰冷的机器打交道 也不愿意与有温度的人去交流 他觉得人实在太可怕了 这会儿军人们似乎即将要进行一个发射试验 每个人都在按照程序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叶文杰终于有机会近距离观察那个神秘的天线了 在黑夜的阴沉下 那硕大无棚的天线就像魔鬼的眼睛一闪一闪的 仿佛也在注视着他 随着一声指令发射启动了 叶文杰的脸上忽然有了痒痒的感觉 他知道那是由于大功率的电场造成的 夜空中的一缕薄云发出悠悠的蓝光 强力的电场惊起了一群飞鸟 当鸟群经过天线指向的范围时 便立刻像雨点一样的纷纷坠落 15分钟后天线上的红灯熄灭了 叶文杰皮肤上的痒痒的感觉也消失了 一切都沉寂了下来 魔眼一般的天线依旧凝望着1969年的寒夜星空 后来叶文杰得知啊 这个所谓的雷达峰是当时中国的一个重点国防项目 名字叫做红岸基地 隶属于二炮 所谓二炮呢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的简称 这个部队番号是周恩来在1966年7月命名的 为什么我能记住这个时间呢 因为它刚好也是文革开始的时间 虽然名字被称作是第二炮兵啊 但实际上它跟陆军各部一点关系都没有 之所以叫二炮主要是为了保密 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秘密的导弹部队 如今二炮这个词已经成为历史了 在整整存在了半个世纪以后 2015年它被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是独立于海陆空三军以外的第四军中 主要承担着对西方的核威慑作用 当然相对而言啊 大部分的国人更熟悉的还是二炮文工团 叶文杰刚上山时 还不知道红岸基地的具体项目 山顶上的生活单调而枯燥 这倒正好对他多年来悲愤压抑的心情 起到了安抚的作用 在这种环境下 他反而得到了久违的安全感 每天早上的大喇叭都播放着最高指示 就像1984里的电瓶 老大哥在注视着你 另外叶文杰的专业技术 一下子使他脱颖而出 他很容易就发现了基地设备存在的技术问题 于是他被安排做检修设备的工作 由于他工作勤勉水平出众 很快就成了基地离不了的技术大拿 除了少数核心区域以外 他可以自由出入整个红岸基地 只是由于他的出身问题 他做什么工作都得有人在一旁监视着而已 总之叶文杰在红岸基地如鱼得水 日子过得非常舒心 他自己对此也很满意 但是令叶文杰不解的是 既然都已经是国家重点项目了 为什么在技术方面 却依靠他这个整个基地里 唯一一个不穿军装的反革命呢 难道自己就真的优秀到这个份上了吗 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了答案 与表面的情况恰恰相反 基地配备的都是二炮部队里面最优秀的技术军官 那些卓越的电子和计算机工程师们的水平 是叶文杰再学一辈子也赶不上的 因此他们不是能力不行 而是用北京的一句雅言来描述 那就叫装孙子 红岸工程关于研制方面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剩下的只是运行和维护 都是很简单的一些事情 在科研上已经没有什么能做出成果的空间了 基地的条件又那么的差 还长期与世隔绝 又不能同家属团聚 所以很多人就想离开这里 可是由于这里是最高机密项目 要想通过正常途径调走是很困难的 于是很多聪明人就开始消极代工 甚至故意制造错误 你说东我往西 你打狗我追击 你说前门篓子 我就说那啥头子 反正我就这堆这块了 能力不行水平有限 您看着办 就这样很多人还真的被成功调离了 而叶文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成了基地的技术中间 雷志成与杨卫宁二人 在任用叶文杰的问题上又产生了分歧 有意思的是 这次二人对于叶文杰的态度 却刚好与当初相反 杨卫宁主张让叶文杰 与红岸工程的核心保持距离 而雷志成却力主 让叶文杰进入核心发挥才能 对于雷正伟给予自己的信任 叶文杰在内心里颇为感动 要知道信任 对于彼时像叶文杰那样的人而言 是一种十分稀缺的资源 而师兄杨卫宁却总是对自己 保有着戒备之心 这让叶文杰甚至对这位师兄 还有一些心存不悦 我可以在这待一辈子的 可是你到现在 我还是不信任 有的时候 信任会把人带入深渊 寒来暑往 随着叶文杰在基地的重要性的不断提升 雷正伟也开始给他讲述红岸基地的核心机密 在未来的实战中 红岸系统将有效的打击敌人 通讯卫星和侦查卫星 但雷正伟其实是骗了叶文杰的 红岸基地的真正意义属于国家重要机密 因此叶文杰也暂时还不能对汪淼说明 对于我们的史队长而言 宇宙的尽头就是五环 最好吃的就是卢煮啊 于是他就用卢煮贿赂他的上级领导常伟司 要求对方尽快帮他调来叶文杰的档案 沐昕依然在靠着潘寒提供的资讯 报道着各类与环保相关的新闻 大使找到沐昕 希望他能够停止传播负能量 那我们就一起查呗 因为潘寒近期又杀死了 四位可能解决三体问题的专家 申育菲和他大吵一架 很明显申育菲是反对这样做的 这里再次涉及到了 我在上一期的视频里提到了 那个拯救派和降临派的概念的问题 不过目前电视剧三体并未就此进行展开 所以我们也就随着剧情留在后面详细解释 汪淼眼中的倒计时还剩下581个小时 当他再次进入三体游戏时 他把自己的ID由海人改成了哥白尼 三体游戏的环境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哥特式的大教堂里等待着他的 是格里高里教皇 伽利略 雅里什多德和达芬奇 他们当然都不是同一个时期的人物 但是游戏里的时空和人物都是错乱的 哥白尼也就是汪淼啊 在这里对众人阐述了他对三体世界的理解 他说在三体世界里 太阳的运行之所以没有规律 是因为在我们的世界存在着三颗太阳 它们在相互引力的作用下 做着无法预测的三体运动 当我们的行星围绕着其中的一颗太阳 做稳定运行的时候 就是恒纪元 而当另外一颗或者是两个太阳 运行到一定距离内 其引力就会将我们的行星 从它所围绕的太阳旁边夺走 而在三颗太阳的引力范围内游移不定 那就是乱纪元 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后 我们的行星再次被某一个太阳捕获 暂时建立了稳定的轨道 恒纪元就又开始了 这就好像是一场宇宙橄榄球赛 运动员就是那三个太阳 而我们的这个世界就是他们争抢的橄榄球 教皇在听了哥白尼的这一番奇谈怪论之后 故以为然的命令武士 就在哥白尼即将要像布鲁诺那样 变得金黄酥脆的时候 哥白尼预言的三日凌空的现象出现了 乱纪元到来了 第183号文明在三日凌空下毁灭了 由于哥白尼成功的揭示了宇宙的基本结构 孤尔汪淼通关了 他成功的进入到了三体游戏的第二集 欢迎您登陆第二集三体 汪淼进入到游戏的第二集 这次他见到了刚刚在决斗中击败莱布尼茨的牛顿 在历史上这二位都宣称自己是微积分的发明人 也都有着各执一词的不同故事 但是罗生门的事情永远也说不清楚 于是后人就将这二位同时列为微积分的发明人 汪淼还见到了计算机鼻祖之一的冯诺依曼 随着牛顿的力学定律与微积分的发明 人们期望借助于此来计算三体世界的三颗太阳的运行规律 但是无比庞大的海量计算是当时的人根本无法完成的 于是他们就找到了三系扣印的秦四皇 在这里原著的作者刘慈欣再次展现了他的超凡想象力 电视剧的特效也震撼的表现了由三千万兵马俑所演绎的计算机的运行原理 什么CPU了存储器了硬盘了输入了输出了一样不缺 就是这允性子轻一点令操作系统的请一号计算机诞生了呀 我这是纽约郊区驻马店的口音啊 故事发展到这里啊 我觉得应该介绍一下三体这个词的意思了 三体不但是原著小说和这部电视剧的名字 还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天体力学的名字 它的大致意思啊 就是指三个质量相似的恒星在相互的引力下 做着不规则运动的意思 我的这个解释很不严谨啊 只是说一下它的大致意思 三体运动的最大特点呢 就是不确定性极高 所以简单的说来 三体问题就是研究这一复杂运动的规律性的问题 三体问题的提出呢 可以追溯到牛顿的时期 牛顿曾经运用它的引力理论 正确的预测了两个相互吸引的天体的运动规律 但是如果是三个天体 那么它们之间的这个运行轨道 无疑要复杂的多的多 牛顿没能给出答案 三体问题至今也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书接前文 在三体游戏中浩大喜功的秦始皇已经显得很不耐烦了 人列计算机已经运行了16个月 整个秦帝国为了这个千古一帝的面子工程 无时无刻不再互出着财富与生命的沉重代价 庞大的开支已经耗尽了秦国的国力 第一阶段的计算已经完成 无数的火炬已经熄灭 秦1.0进入了待机状态 此时牛顿预言长恒纪元马上就要到来了 太阳即将升起 于是始皇帝下令 进泡 停 我确定电视剧三体在这里出现了一只小八哥 在原著里秦始皇说的是 朕的国家自计算开始后 从来就没有拖过水 无人拖水 何来浸泡一说呢 由此可见 电视剧和原著在这一故事情节上的处理是不同的 那么究竟哪一种情节更为合理呢 很显然 原著的说法更加合乎道理 因为光是运行那个人列计算机 就需要三千万个士兵同时协作 仅这个数字就已经相当于 当时秦帝国的全国人口总数了 再加之养活着三千万个士兵 所需要的老百姓的庞大的数量 因此彼时的秦帝国是不会有多余的人拖水的 这也是前面秦始皇显得不耐烦的原因 这个由三千万士兵组成的人列计算机 已经快将他的帝国拖垮了 没人拖水 始皇帝也就自然不会发布浸泡的命令 电视剧三体对于原著小说的内容还原度极高 而且此处的这个情节呢 也完全没有改动的必要 改了反而不合理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要改 我敢打赌 在最初的版本里 编导们很可能就是按照原著的内容拍的 但是因为后来不能过审 所以才改 为什么不能过审呢 在原著中秦始皇的这一段完整的表达是 朕的国家自计算开始后 从来就没有偷过谁 朕请大秦国之力来维持计算机的运行 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储备 到现在为止 饿死累死 冻死热死的人不计其数 这一段表达可能是罪魁祸首 这太不正能量了 所以我猜 这可能就是产生小八根的原因 久违的太阳终于像牛顿预计的那样升起来了 但是三体世界的太阳也不知道是个什么脾气 要么都不来 要么一块来 这次同时升起的就是三颗太阳 而且三颗太阳成一条直线 像枪口样对着了三体世界 三日连珠 更古罕见呢 更为严重的是 三颗太阳的引力以相同的方向叠加 作用于三体世界 紧接着地面上的一切 这么天温一气了 青铜大顶了 还有那个由三千万人组成的秦一号计算机 通通离开了地面 被吸上了太空 秦帝国大煞崩塌 三千万灰飞烟灭 在原著里秦始皇的下场是惨不忍睹 他被碎石挤成了肉酱 画面极为酸爽 当然了这个故事情节在电视剧里 也没有被表现出来 这也从侧面印证我前面的猜测 最后游戏的屏幕显示 第184号文明 在三日连珠的引力叠加中被毁灭了 当汪淼退出游戏之后 他意外的接到了三体游戏管理员打来的电话 客服人员让汪淼提供真实信息 并邀请他参加线下活动 这使汪淼感到既兴奋又期待 乙怡当时发现申玉飞在几个月前 雇佣了一大批数学方面的计算人员 这和他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没什么关系的 很明显 申玉飞是要这些人做其他的事情 这个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大使的兴趣 乙怡当时当即就联想到 申玉飞请来的那些计算人员 实际上是帮助申玉飞的丈夫 数学家魏成在做事 于是大使和徐冰冰就去找申玉飞 想了解点情况 一进门就见到了疯疯癫癫的魏成 魏成是一个数学天才 他一生唯一的爱好就是数学 但在常人的眼里 天才与疯子是没有什么大区别的 因此很少有人理解他 反倒是他老婆申玉飞才是他真正的知音 也只有申玉飞才知道魏成的价值 此时的魏成由于刚刚找到了正确的计算方向 正处于狂喜的亢奋状态之中 正当大使想从魏成那里套出一些信息的时候 申玉飞突然出现了 他阻止了使强的讯问 并且冷言冷语的把使对给对跑了 潘寒找到木星 并继续对他灌输着各种理念 关于真相的 关于环保的 和关于主的 木星是一个原著中没有的人物 在剧中看上去似乎也并不重要 但是由于木星总是伴随着潘寒一起出现 因此他其实起到了一部分旁白的作用 由于他的存在 使潘寒有了倾诉的对象 从而能够更加深入的表达 这个人物的很多理念 在原著中 潘寒露面的次数很少 但在电视剧中 潘寒的戏份被增加了很多 从这个角度上讲 木星其实是承担着 展现潘寒的内心独白的作用 潘寒在申玉飞的家里 找到了刚刚确立了计算方向的魏成 并且让后者停止他的计算工作 潘寒说你做了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魏成却在此处说了一句 极富哲理的话 这实在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 非常高级的句子 潘寒一看 优贺怎么着不听招呼 不动大行 靓女不招 于是就把枪掏出来了 他一枪击穿了 魏成的电脑的机箱 魏成立马就改口了 神玉飞冲了进来 他与潘寒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要知道魏成计算了很久 一直都找不到方向 现在刚刚有了一点点突破 潘寒就立刻杀上门来了 这恰恰说明 魏成的计算方向是正确的 但诡异的是 潘寒是怎么知道魏成找对方向的呢 魏成找对了计算方向 对于潘寒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以至于让潘寒感到恐惧 乃至不惜杀人 这些问题我放到后面解答 申玉飞指责潘寒封闭了 主发来的消息 思想着与主的沟通 并且以主的名义发号施令 潘寒则回答 由于受到了潘寒的恐吓 魏成不得不停止了计算 但申玉飞却在夜里 拿着刀去威胁魏成 让他继续计算 否则就杀了他 听扣银 这个魏成应该是 贺被闪弄一带的吧 这哥们也刀了邪魅了 算吧 潘寒要逼了他 不算吧 沈玉飞要砍死他 作又是个祸不了 于是甜菜作死又想 打丈夫拧死枕签 不死枕吼 宁让人大死 不能让人吓死 保镜 于是本剧最斗的两大捧跟风云计会了 这要是再加个傻瑞山就是一群口啊 我们暂且将可爱的魏成和大使先放一放 来说明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在前面几次提到过的这个降临派和拯救派的概念 三体电视剧共分为三十集 我现在讲述的主要是第十六集的内容 现在故事内容已经过半了 很快就要进入到高潮的部分 理解这两派的概念 是理解后面即将要发生的精彩故事的重要基础 同时我也会在这里解开一些前面的谜题 我以下的讲解主要依照的是原著的内容 并且结合我的个人理解展开的 首先 沈玉飞与潘寒两个人虽然是对立的 但其实这两个人都是在同一个组织里面的 他们俩原本是同质关系 后来由于理念不同 二人才逐渐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沈玉飞创立的组织叫做科学边界 潘寒创立的组织叫做中华田园 这两个组织在工作上是有着明确分工的 科学边界的作用 就是要使全球顶尖的物理学家们 相信物理学已经不存在了 费曼教授与杨东等大量科学家们的自杀 以及在汪淼眼中闪烁着的倒计时 就是这个组织搞的鬼 而中华田园的任务则是利用和制造环境问题 激起人们对科学和现代工业的厌恶 因此潘寒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曝光环境污染 和揭示新闻真相的方面上 无论是科学边界还是中华田园 都隶属于同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的名字就叫地球三体组织 Earth-3 Body Organization 简称ETO ETO的最高统帅 恐怕很多朋友们都已经看出来了 就是叶文杰 ETO的纲领就是 人类社会已经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 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也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 抑制住自己的疯狂 所以请主降临世界 借助主的力量 对人类社会进行强制性的监督和改造 以创造一个全新的光明完善的人类文明 而这里所提到的主指的就是三体人 因此整个故事的架构是这样的 三体人是高等外星文明 是主 主要降临地球 ETO作为地球上接应三体人入侵的内应 ETO的最高统帅是叶文杰 ETO下属科学边界和中华田园两大分支 申育飞和潘寒则分别是这两大分支的负责人 在ETO刚刚成立的时候 其内部是没有门派分别的 但在ETO的组织里还有另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 这就是即将登场的美国人伊文斯 伊文斯不仅是ETO的缔造者 同时他也在一艘经过改建的巨型邮轮上 创立了第二红岸基地 后来伊文斯又发展出了自己的纲领 这个纲领就是 人类是一个邪恶的物种 人类文明已经对地球犯下了滔天罪行 必须为此受到惩罚 伊文斯的最终目标就是请主来执行这个神圣的惩罚 毁灭全人类 由于ETO内出现了两个纲领 于是组织内部就分化出了申育飞支持的拯救派 和潘寒支持的降临派 虽然叶文杰是ETO组织的最高统帅 但是由于叶文杰已经很老了 较少参与组织的内部实际事务 因此他已经成为了象征性的精神统帅 伊文斯才是ETO的实际领导 潘寒直接接受伊文斯的指令 他俩都属于铁杆降临派分子 拯救与降临这两派的共同点是 都认为人类出了大问题 而且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改善 并且都希望主降临地球 这两派的区别在于 其实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 拯救派对于人类仍然抱有希望 因此想要引进更先进的三体文明 来对地球人文明进行各方面的改造 而降临派则决绝地认为 人类没救必须被毁灭 其实我们从这里不难看出啊 那个从里冷到外 又从外面冷回来的 冷他妈给冷开门 冷到家了的高冷女神申玉飞 虽然外表冷酷 却怀着一颗拯救人类的赤子之心 真是人不可貌相 还谁不可兜凉啊 然而讲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产生一个问题 统帅叶文杰究竟属于哪一派呢 我们不妨带着这个问题继续向下看 关于派系的问题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随着三体运动的发展 ETO组织又出现了第三个派系 叫做幸存派 幸存派既不想拯救谁 也不想被谁毁灭 他们的宗旨很简单 就是让自己的后世子孙 在未来三体人与地球人的 终极之战后幸存下来 因此呢 他们从现在开始就为三体侵略者服务 显然有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 与另外两个主流派别相比较 幸存派的成员都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 而且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居多 而且数量还在急剧增长 这是援助的话 我可没杜撰 降临派其实对外星文明也没有抱太多的希望 他们的背叛只是源于对人类的绝望和仇恨 伊文斯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不知道外星文明是怎么样的 但是知道人类 因此降临派的成员呢 多由那些极端保护主义者和憎恨人类的狂人们构成 潘寒之所以要阻止未成的计算 是因为他担心一旦未成解决了三体人自身的问题 那么他的主可能就不会降临地球了 申育飞在汪淼的视网膜上打出倒计时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他担心汪淼的这个科研成果会影响主的降临 在这一点上他和潘寒是一致的 拯救派的本质其实是类似于一个宗教团体 其成员本质上呢是三体教徒 人类之外的另一个文明对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 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使他们对那个遥远的外星文明产生了丰富的想象力 并且进而发展出了类似于宗教般的情感 这里就体现了三体教与人类的其他宗教的不同之处了 首先三体教崇拜着一个真实存在的对象 其次其他的这个宗教里呢是主来解决信徒的问题 而在三体教里面则是信徒负责拯救主 所以拯救派的这个拯救啊 它这个概念是具有双重含义的 一方面拯救人类 另外一方面要拯救主 至于主为什么需要被他们来拯救呢 我放到后面再讲 ETO组织内的这三个派别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 降临派代表的是极端主义 拯救派代表的是理想主义 而幸存派则没有主义 幸存派的宗旨就是活下去 至于通过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不重要 当初我在看到这段关于三个派别的内容的时候 不禁对作者的这个想象力和思考能力之深刻拍案叫绝 其实三体故事它主要是在讲什么呢 我觉得如果要是真的读懂了这本三体的话 你会发现 这其实是作者通过想象并且运用逻辑 从哲学的角度去探讨人性的特质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 就从这个当人类得知存在外星文明之后的种种反应 以及分出的这些派系就可以看出人性之复杂 我认为书中对于人的思想的描述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因此我偶尔也会思考 假如真的发生了未来将有外星人入侵地球的这种情况 我会选择做哪一派呢 由于降临派的人垄断了主发来的信息 不久之后申育飞建立起了自己的信号接收系统 以接收半人马座方向的所有波段 他决定亲自督促这件事情 于是他购买了去海市的火车票 当汪淼得知申育飞有一家专门生产红森的工厂时 他一下子就回忆起了叶文杰前不久送给他两颗红森的事情 以当时立刻查到了申育飞的那家红森厂 正好位于红岸基地所在的齐家屯 与此同时大师等人得知 叶文杰也购买了去海市的火车票 而海市恰好就在齐家屯 也就是那个曾经的红岸基地的附近 很显然申育飞与叶文杰两者是有联系的 而在此之前老太太却表现出与申育飞没什么关系的样子 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啊 这里肯定有事 于是他就带着汪苗也追了过去 由于时间紧迫 大使不得不动用特殊手段 本来老长应该给我们准备歼10的 这当然是跟汪苗开玩笑的 歼10是战斗机 一共只有两个座位 当然不能拿来运人了 另外史强还说 SA341是武装直升机 这个说法也是不准确的 SA341是一款由法国研制的老牌多用途轻型直升机 不仅限于军用 况且运送史强和汪苗的这架SA341上面 也不可能搭载武器系统 尽管电视剧里没有明确说明 但是根据SA341的航速 以及史强所说的两个小时的航程推断 他俩应该是先乘直升机 从北京到达沈阳 然后再从沈阳转去黑龙江的火车 在火车上大使和汪苗虽然没能找到申于飞和叶文杰 却意外的得知就在这趟列车上 刚刚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但是大使所不知道的是 死者就是潘涵派来刺杀申于飞的杀手 幸亏叶文杰的外甥女陈雪伸手不凡 干净利落的解决了这名刺客 然后叶文杰三人就提前下了火车 改乘汽车去骑家屯 为了阻止申于飞研究三体问题 潘涵已经开始对自己昔日的同志下手了 降临派的疯狂使申于飞感到可怕 叶文杰也得知了 伊文斯已经抵达齐家屯的消息 此时的叶文杰和申于飞二人 都开始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动摇 汪苗按照史强的要求和叶文杰通了电话 声称自己也想去红岸基地看看 叶文杰欣然应允 或许他已经得知汪苗正在帮助警方调查自己 现在双方基本上已经是在打名牌了 叶文杰回到了早已被军方废弃的红岸基地 申于飞的人马已经在这里建立了信号接收系统 但是依然没有接收到主发来的任何信息 叶文杰认为这说明主已经不再想联系拯救派了 于是他下令撤掉了所有的通讯设备 并且通过潘寒约伊文斯在红岸基地见面 然后叶文杰带着刚刚赶到了汪苗故地重游 望着已然破败不堪的红岸基地 老太太的思绪也再度飞回了过去那段 如同幻影般的争容岁月 当年风华正茂的叶文杰由于出色的工作能力 不久就由发射部被调到了监听部 雷志成与杨卫宁二人 依旧在是否要对叶文杰公开红岸工程的秘密的问题上意见相左 雷志成对叶文杰说监听部门主要是负责监听敌人的通讯的 是红岸基地的核心部门 当初调叶文杰来 是由于红岸基地的监听系统经常受到太阳辐射的影响 在看到叶文杰的一篇专门谈太阳辐射的论文之后 就决定把叶文杰这个人才调来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看到叶文杰的出众的能力的时候 就想让他承担更多的工作 我希望有一天能够称呼你一声叶文杰同志 加油 雷政伟对叶文杰表现出的信任 让叶文杰的眼泪差点没夺况而出啊 他觉得雷志成才是真正的军人 有着军人的坦诚与直率 相对而言 杨卫宁不过就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的胆小怕事明哲保身的知识分子 在叶文杰调到监听部工作以后 杨卫宁对他的态度比以前更差了 这越发令叶文杰鄙视杨卫宁 然而没过多久 残酷的现实再度击碎了叶文杰好不容易才刚刚建立起来的对人的信任 有一天叶文杰突然被叫到办公室 一进去他就发现气氛不对劲 这一幕似曾相识 一个看上去明显是上级部门派来的军官正今危坐 他表情严肃的审视着叶文杰和叶文杰的资料 此人显然是代表上级来宣布某项决定的 刚开始叶文杰还以为由于信任自己的原因 雷正伟受到了牵连 单纯的小叶还想着 无论如何也要把事情都揽到自己身上 不能连累雷正伟 但是事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正伟雷志诚目露凶光的对小叶说 尽管自己持反对意见 但经过总工程师杨卫宁的反复申请 经上级批准 现在要将红岸基地的真实情况 全部告诉给叶文杰 努力工作 立功赎罪 今后在基地只许老老实实 不许乱说乱动 这句话让叶文杰砸磨了半天 滋味才明白过来 原来雷正伟以前对叶文杰 所表现出的信任都是伪装出来的 他从来也没有信任过自己 红岸系统既不是像他所说的大型武器 也不是什么监听系统 雷志诚之前对叶文杰所说的全都是谎言 这使得叶文杰对人类的虚伪和欺骗 再度感到绝望与痛恨 杨卫宁在向叶文杰公布 红岸基地的真相之前 最后一次征求了后者的意见 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 以叶文杰的身份 一旦了解了基地的核心机密 也就意味着叶文杰离开 红岸基地的最后一次希望也破灭了 然而叶文杰仍旧毅然决然地表示同意 一旦决定 就是你的最后归宿 一如他最初走进红岸时的样子 坦率地讲 不管是原著还是电视剧 我觉得这一段的故事内容都存在了一些问题 最开始明明是雷志诚主张对叶文杰逐步透露基地的核心情况了 对不对 而杨卫宁是反对这样做的 然而情况却突然一下子变成了杨卫宁力主对叶文杰公开红岸基地的真实情况 雷志诚倒成了反对派 这个转变是不是有点太突兀了 再有 叶文杰说杨卫宁一直是在保护自己的对不对 可是当杨卫宁把整个红岸基地的全部秘密对叶文杰展现之后 以当时的那种情况来看 也就意味着叶文杰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走出这个基地了 对于年轻的叶文杰而言 这就如同判了终身监禁一样 实在是太残酷了 而如果像雷志诚那样的 对叶文杰半遮半眼 甚至是撒谎欺骗 尽管在道德上是有所亏欠的 但是只要不让叶文杰掌握核心机密 至少它还存在着今后离开基地的可能性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 到底哪一种情况算是对叶文杰的保护呢 因此我觉得小说和电视剧 在这一段故事的情节处理上 逻辑都有欠缜密 在看到了叶文杰的决绝之后 杨卫宁便向他讲述了红岸基地的真正的目的 简言之 红岸基地是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为了寻找地外文明用的 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 都积极投入到了寻找地外文明的探索当中 以求实现其自身的科技突破 这里还牵扯到了一个概念 就是说以当时人们的认知啊 人类是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 与外星文明去接触的 最先与外星人建立联系的国家或者是政体呢 会垄断和独享这种联系 就仿佛是那个降临派对拯救派垄断和独享 主发来的信息的做法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两样 而与外星文明接触这个事啊 一旦被某个国家或者是某种政治力量所垄断的话 其在经济和军事方面会发生巨大的飞跃 打个比方 这个外星文明啊 它就像一部绝世武功秘籍 谁先找到了 谁就会立即成为天下第一高手 既然美帝与苏修都已经动手了 那么社会主义中国自然也就不能落后了 于是军委的大领导就批示说 我们也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红岸基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总体上来讲啊 红岸基地呢 其实就是出于长远战略考虑的一部贤旗棱子 未来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当时的人谁也说不清楚 经过杨卫宁的反复申请与担保 组织决定让叶文杰负责研制红岸字易解系统 就是建立一个与外星人沟通的语言系统 叶文杰还负责聆听宇宙中的 可能收到的外星文明的声音 并尝试着向外星文明发送信息 看原著的这一段是把我给逗乐了 红岸基地向宇宙发送的信息 一共写了四稿 前面几稿满指都是文革用语 搞笑的很 让人家外星人跟着自己一块闹革命 领导的批示也很好笑 说狗屁不通 大子报在地上贴贴就行了 不要发到天上去 文革领导组今后不要介入红岸 几经修改 叶文杰念的这最后一稿 听上去才有点像人话 于是这封信附带着 对地球文明和人类历史的介绍 就被红岸基地通过那个巨型天线 发向了深邃的太空 后来随着视野的开阔 高层也意识到 由于发射的功率太低 电波信号会在宇宙中不断衰减 所以我们发出的这一声呼唤 就好像万里长城上的一只蚊子在叫 人家外星人根本就听不见 最后上级对此失去了兴趣 红岸基地的密集也被降低了 再后来红岸基地被划归军转民 归了中科院 中科院又负担不起 红岸基地高昂的运行成本 所以最终红岸项目在存在了 整整20年之后便无疾而终了 四人帮倒台之后 叶文杰的父亲也得到了平反 叶文杰和杨东母女 在上世纪80年代也离开了红岸基地 然而叶文杰却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 以及一个与整个人类相关的天大的秘密 与那个已经成为历史的红岸基地 永远的联系在了一起 回到现实 叶文杰在送走了汪淼之后 等来了带着朝圣般的心情 来到红岸基地的伊文斯 19年前伊文斯在一艘经过改装的 名为审判号的巨型邮轮上建立了第二红岸 也就是ETO组织 并且奉叶文杰为ETO的统帅 关于这两个人当初是怎么走到一起的故事 我会放到后面详细介绍 而现在的叶文杰与伊文斯二人 在理念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矛盾 叶文杰想的 是借助外形文明的力量来改造人类 而伊文斯想的 却是彻底毁灭人类 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 使得二人不得不分道扬镳 因此伊文斯这次也是来向叶文杰做最后的道别的 他的第二红岸已经语意丰满 叶文杰这个精神领袖 已无法再对他施加影响了 大使终于得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叶文杰的脱迷档案 当他看到杨卫宁与叶文杰二人 在1973年登记结婚 而后来杨卫宁又与雷志成在同一天 意外的因为坠崖而牺牲的消息的时候 大使不禁脱口喊道 随着案情的进展 大使和汪淼开始讨论关于外星人的话题 为了与汪博士能够有共同语言 大使恶补了十万个不为什么 提到外星人的话题自然就绕不开那个著名的费米悖论了 费米呢是一个人的外号 估计这哥们饭量大而且不爱吃面食 费米吗 不开玩笑啊 费米是上世纪的一位美国的物理学家 他在一次与朋友的非正式的讨论的时候呢 就问了一句 说如果有外星人的话 那他们到底在哪呢 这句话听上去平淡无奇 在我们看来这不就是闲扯吗 但是洋人里边杠精多呀 由此就引发了后世给出的许多的答案 有的就说呢 根本不存在什么外星人 我们一定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而有的就说呢 是有外星人 人家也看见我们了 只是道远过不来 还有的就说呢 这个外星智慧生命啊 是存在的 只是因为呢 它实在是太稀缺了 不太好找 所以暂时没有找到 那么有的人就对此表示反对 说你说的不对啊 就我所知可是已经找到了 而且还联系上了 只是没让你知道 你看看今天的美国 都先进成什么样子了 这不就是外星人帮忙干的吗 还有的人就说呀 这个外星人啊 确实是有的 人家也知道我们地球人的存在 只是人家选择了沉默 说白了 人家不爱搭理我们 或者说呢 这个外星文明是远高于 也许是远低于我们人类 所以呢 没办法跟南部沟通 这个大科学家都是这个口音啊 其实这个理论啊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好比说在你面前有那么一只蚂蚁 你是可以看到那只蚂蚁的 但是那只蚂蚁会意识到你的存在吗 凡此种种 众说纷纭 那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 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个归纳法一样 以现有人类的这点可怜的认知和掌握的线索是无法对这个问题给出确切的答案的 以银河系为例啊 现在我们已知的可能存在生命的行星至少有几十万上百万颗 而银河系不过就是浩瀚宇宙中的沧海一宿而已 人类是不大可能成为这个浩瀚宇宙中独有的智慧文明的 用现有的手段你可以一直不停的证明还没有发现外星人 但是你不能据此就确保根本就没有外星人 因此一切猜测都是有可能的 就在此时 常伟司将军给大使打来了电话 原来是数学天才魏诚决定珍惜生命远离身与飞 于是他就去找史强报案寻求警方的保护 魏强自上高中时期就展现出了在数学方面的过人天赋 他对数学题的推导完全出自本能 就说你给他一道题 他跳过推导过程直接给你写出答案的那一种 数字在他的眼里是图形 而图形在他的眼里则是数字 可谓天生的毕达格拉斯传人 他的数学老师就对他说 我也没办法再辅导你了 只是你将来在答卷的时候 麻烦您把推导过程给写上 要不然别人还以为你作弊了 然后魏诚就去参加奥数竞赛 从区里一直赛到布达佩斯 一路都是冠军 回来之后就被国内的一所一流大学的数学系 直接给录取了 本科硕士博士 魏诚就这么一路处于半睡眠状态的吊儿郎当的混过来了 等到了博士毕业来到社会上 魏诚这才发现 自己除了懂数学以外 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窝囊肺和边角料 古杂的人情世故更是令他望而生畏的鸿沟天险 像他这种一块板特别长 其余的都是短板的天才 在凡人堆里生存呢 无异于一个精神病人来到了正常社会 他没像樊高那样自杀就不错了 于是他当然越混越刺 最后连交书的饭碗都保不住了 终于厌倦了这一切的魏诚 收拾好行囊 去了南方的一座寺庙 寺庙的长老呢 是魏诚的父亲的朋友 就是在电视剧前几集里面 时不时露一小脸的那位韩教授 魏诚倒不是想出家 他只是想找一个清静之所 聊此残生 韩教授收留了魏诚 并且告诉他 要想清静省心呢 内心就得空 用空来填满自己 魏诚与长老之间进行了一番 色即是空和空不是无的深刻讨论 这是两个很有价值的议题 首先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句话来自于摩合班若伯罗蜜心经 虽然这部心经的全文只有260个字 却是大乘佛法的精髓 而经文中最著名的 就要数那一句 色即是空和空即是色了 这里的色呢 指的是一切有形质的 可感知的物质的表象 而像的本质呢 却是空 因此简单的说来 色即是空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劝诫人们不要执着于表象 因为表象的存在 不过就是各种条件的暂时性的组合 而非永恒 在剧中 长老用拆解蓝牙收音机的这个行为 比喻这个意思呢 我觉得是比较恰当的 而空不是无的概念呢 则要更加高深一层 从佛学的角度上来讲 无是没有 什么都没有呢 就是一片死寂 毫无生机 而空呢 却是一种存在 空性乃是万物赖而呈现的主体 因此长老的这段话呢 他主要意思是想告诉卫诚 不要做一个毫无生气的死物件 要有灵气 心里可以什么都装着 但是又可以看穿一切事物的本质 这样的话 你的内心里就没有烦恼了 你得用空这种存在填满自己 于是卫诚就开始悟空 他在自己的意识里创造了一个空间 然后又分别创造了三个质量相等 和相互运动的球体 由此产生的运动轨道复杂至极 为了计算这个复杂的运行规律 他发疯般的计算着 并由此找到了乐趣 也从乐趣中体会到了空 给他带来的平静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 直到一个陌生的女人闯进了他的房间 打破了这种平静 这个女人就是申玉飞 申玉飞当时是陪着一群日本游客 来寺庙进乡的 当他在乡炉里看到尚未燃尽的 未成的计算草稿之后 他一下子就明白了 未成是在研究三体问题 由于未成用的是非常规算法 跳跃性极大 一般人根本看不懂未成在做什么 但申玉飞却能仅从直言片语里 就能看出未成的研究方向 这说明申玉飞的数学水平相当高 三体问题对未成来说只是兴趣 而对申玉飞而言则是信仰 为了信仰申玉飞可以付出一切 他当即决定带未成下山 并承诺要给予未成最好的研究条件 全力支持他研究三体问题 生性冷淡的未成对女性原本也没有什么兴趣 但他却觉得申玉飞这个女人很特殊 与其说她是一个女人 还不如说她是一个学者更为贴切 或许未成就是被申玉飞身上的那种 最不像女人味的女人味所吸引 于是就跟着申玉飞一起下了山 在后来了几年里 申玉飞使未成过上了 一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舒服日子 未成除了研究三体问题以外 什么都不用做也不用为钱发愁 再后来申玉飞就和未成结婚了 这样做纯属是为了二人生活上的方便 两个人当然是没有什么情感基础的 未成也十分肯定 就算自己带个女人回家过夜 申玉飞都不会有意见 申玉飞简洁而专制 他每天都要审查未成的研究进度 三体问题也是他俩每天唯一的交流内容 他们的家也不像个家样 基本上就是图书馆家会议室 一天到晚科学边界的人 在他家来来往往如过江之际 不过对于这种生活 未成人家自己倒也是满意的 瘸驴配破墨 这世上怎么过日子的两口子没有啊 直到潘寒用枪逼迫魏成 让他停止计算 魏成的好日子才算到头了 潘寒走后 申玉飞在夜里也拿着刀去威胁魏成 如果停止计算就杀了他 感觉到有个饼梁的物体在我的经部成运速状化 如果有人拯救了人类或者毁灭了人类 那你可能的攻击和罪落都将正好是他的意味 这话说的可太申玉飞了 申玉飞就是那么一个说话像电报一样精准而简洁的女人 白天是枪 晚上是刀 数学天才哪受得了这个折腾啊 于是魏成决定躲到大使这来了 魏成将所有的研究结果都交给了汪淼 汪淼和申玉飞便立刻一起进到游戏里去验证 游戏中的环境再一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里面所有的人都正在参加单摆的启动仪式 当汪淼把魏成的算法交给游戏里的联合国秘书长的时候 后者却告诉汪淼 尽管这种算法很高明 但是比他更高明的都早已被创造出来了 并且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了 三体问题是无解的 秘书长还告诉汪淼上一轮文明在大撕裂中被毁灭了 三体世界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 飞行不动 三颗飞行或者叫做三个太阳冲着三体世界扑面而来 三体行星被巨大的引力撕裂成两半 大地溶解岩浆沸腾 几万米的高山瞬间升起 然后又突然消失 陨石雨下了足足几个世纪 整个行星如同地狱一般 然而在漫长的九千万个三体年后 生命却再次发生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三体世界最大的坏消息 根据天文观测 三体星会在两百万个三体年后被太阳吞噬 三体文明过往所有的坚持都失去了意义 在深深的绝望中 不屈也将变成悲哀 巨型蛋白被启动了 这意味着三体文明过去所有努力的终结 第192号文明在451年后被毁灭 它最终证明了三体问题不可解 三体游戏的目标也改为飞向宇宙寻找新家 多年的努力化为泡影 这一结果使申与飞感到万念俱灭 事实证明潘寒是对的 高维的存在不需要低维生物去拯救 拯救主的想法不过就是低维生物的自作多情罢了 此时潘寒也找到了处于绝望与崩溃中的申与飞 他带着枪 不久之后 大使和汪苗赶到了现场 申与飞被子弹击中头部 当场死亡 但是经过查看监控得知申与飞是自杀的 而在原著中呢 申与飞是死于和潘寒之间的枪战 这也是后来陈雪处决潘寒的原因 假如申与飞是自杀的 那么后来潘寒又是因为什么而死的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向后看 在卫城看到申与飞尸体的同时 他也意识到三体问题无解 但残酷的现实令他感到难以接受 数学天才这次是真的彻底疯了 在原著里 关于卫城的描述就截止到 他把研究成果交给汪苗 此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在三体的第二部和第三部中 卫城这个人物也再没有出现过 三体组织给汪苗发来了线下聚会的邀请 汪教授如约而至 聚会现场的人不多 但来的都是精英 他们中有学者有作家有学生有记者 还有一位国企高管和一位软件公司的老板 他们每个人都和汪苗一样 是在游戏中层层通关之后才被邀请来的 汪苗还惊讶的发现聚会的主持人竟然就是潘寒 聚会一开始大家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汪苗问出了一个在场所有人都迫切想要知道的问题 三体仅仅是一款游戏吗 潘寒却反问如果三体世界真实存在 并且要来地球 大家的选择将会是怎样的 结果其中的大部分人对于三体文明的到来 表达了向往和欢迎 汪苗为了能够继续卧底 也选择与他们站在一起 最终国企高管和四期总裁两个人被认为不适合继续参加接下来的聚会 而被潘寒客气的请走了 然后潘寒就对众人说 大使将很多问题串联到一起 他终于想通了 三体人因为自身所处的星球环境恶劣 所以要搬到地球上来 三体人也就是身与非口中的主 三体游戏就是为了吸引像汪苗这样的地球精英 为未来三体人的降临做准备的 大使立刻向常韦斯汇报了这一情况 总算知道对手是谁了 大帝当前 世界各个国家决定开展联合一致对敌 大使也争取到了沐昕的合作 并且通过沐昕拿到了潘寒电脑里的 关于全球ETO组织的人员名单 但他不知道 这其实是潘寒故意释放出来的 目的在于借助各国政府之手处理掉拯救派 在本期视频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话题 就是说 当潘寒在聚会里问大家 如果三体人降临地球 你们会怎么选择的时候 其中就有人以阿兹台克文明为题 发表了他的观点 他的大致意思是 这个阿兹台克文明是一个黑暗的 血腥的落后文明 这种落后文明就应该被先进文明所取代 黑暗且血腥 这就是我对他的印象 在他看来地球是落后文明 因此他欢迎三体先进文明入侵地球 但是这个阿兹台克文明 真的是如他所说吗 阿兹台克是一个存在于14到16世纪当中的 在墨西哥的这么一个古代的文明 后来被西班牙人所毁灭了 对于把这段历史描写为 先进文明取代落后文明的说法 我不太认同 首先 当时到达美洲的这些西班牙人 和美洲原住民之间 到底谁才是先进文明 这个标准是由谁来定的呢 当时的阿兹台克文明 已经可以建成巨大的人工岛 并且在岛上建设了比欧洲的规模 打得多的多的城市 其先进程度与井井有条的城市管理 使得刚刚到那里的西班牙人 整个都看傻了 有一点流老了近大官员的感觉 我们说美洲的印第安文明 包括阿兹台克文明 印加帝国和玛雅文明 他们在农业 艺术 天文 立法 以及城市管理等很多方面 比当时的欧洲要先进的多得多 甚至有些技术 今天的人们也比不上 关于西班牙人 克尔特斯和这个皮萨罗等人 与美洲原住民的故事 感兴趣的朋友 您可以自己去查一查 我不太方便在节目里说 阿兹台克文明 有没有它血性和黑暗的一面呢 当然有啊 但是请问那些所谓的征服者们 又是抱着怎样的目的 进入美洲的呢 其次呢 关于这个所谓的先进文明 取代落后文明的说法呢 我们不妨看一看历史啊 古罗马被日尔曼蛮族毁灭 古希腊被马其顿蛮族毁灭 请问他们中谁先进谁落后啊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修建万里长城呢 还不是为了抵御北方蛮族的 入侵吗 如果我们比他们还要落后 还要野蛮 那应该他们修长城才对啊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在人类历史的很多时候 我认为都是谁文明 谁挨打 谁落后 谁才打人呢 潘涵故意把全球ETO组织的成员名单 泄露给了沐星 使得各国政府对本国的三体叛军 来了一次大抓捕 当然被捕的全都是拯救派 至此全球各战区也都明白了 对手原来是外星人 汪淼再次进入到三体游戏 由于潘涵切断了三体游戏的服务器 所以游戏画面直接切换到最终场景 由上千艘星系战舰组成的三体舰队 在全三体人的疯狂的欢呼中启航 它承载着三体人的全部希望 目标是四光年以外的一颗行星 那当然就是地球了 三体战舰的航速已经达到了十分之一的光速 按照这个速度推算三体舰队将在四百年之后到达太阳系 距离四光年速度为十分之一光速 那应该是四十年之后到达太阳系 为什么要说是四百年呢 我放到后面再解答这一问题 总之 至此三体游戏彻底结束了 潘寒早就知道沐星与警方合作 他只是在利用后者发布消息 现在见时机已经成熟了 他便借陈雪之手以保护统帅的名义杀死了沐星 不久之后 ETO举行了线下大聚会 汪苗也应邀来到了聚会现场 统帅叶文杰也出席了聚会 并且在现场指示陈雪杀死了潘寒 紧接着叶文杰向大家讲述了 他与三体人建立联系的全部过程 时间再度回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红岸基地 政委雷志成出于个人前途的私心 给予了叶文杰很大的研究自由 使后者有了充裕的研究太阳辐射问题的条件 经过长期的研究 叶文杰发现原来太阳是一个巨大的电波放大器 可以起到放大电波信号的作用 以前人类向宇宙发射的信息 由于发射功率太弱 信号在宇宙中走不了多远 这就是不会有外星文明可以接收到地球信息的原因 有了这个发现 叶文杰便立刻向上级申请 向太阳发射电波 尽管这只是一次单纯的科学试验 但是在那个荒诞的年代 太阳不仅仅是一颗恒星那么简单 而是有所指的 敢向太阳发射电波 绝对是妥妥的现行反个命罪 向太阳发射超强电波 极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政委雷志成反对做这个实验 但是叶文杰不死心 于是他就借工作之便 一个人偷偷的向太阳发射了 之前写给外星文明的那封信 按照叶文杰的预估 他应该立刻收到太阳反射回来的强烈信号 但是等了20分钟 基地什么信号也没有收到 叶文杰以为实验失败了 看到自己长期的研究结果 被证明是错误的 他欺然的对杨卫宁说 但是叶文杰做梦也想不到的是 就在此时 恒星级功率的强劲电波如磅礴的海潮 是地球文明向太空发出的第一声 能够被听到的提名 正以太阳为中心 以光速飞向整个宇宙 在实验失败之后的八年 是叶文杰一生中最平静的一段时间 在这八年里 他有了更多的时间 从更深的层次 对人类的恶的一面 展开了理性思考 通过阅读大量的外文哲学 和历史经典著作 他看到了更多的 令他不寒而栗的人性之恶 作为天体物理学家 叶文杰非常清楚 宇宙中还有的是更为可怕的力量 比如黑洞和反物质等等 与这些力量相比 人类现有的核武器 不过就是一支温柔的蜡烛 如果人类得到了那些更强大的力量 地球世界可能会在瞬间就被气化 多年来的亲身经历外加理论学习 使他相信 人类的理智在疯狂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在进入红岸之后的第四年 叶文杰嫁给了杨卫宁 杨卫宁是真心爱着叶文杰的 所以他不惜放弃自己的总公身份 和政治虔诚 娶了叶文杰这个反革命做妻子 但此时已经深暗人性之恶的叶文杰 已是心如死灰 他很难再燃起爱的火焰 之所以嫁给杨卫宁 主要是出于一种报恩的心态 因为如果不是杨卫宁把他带到红岸基地 可能他现在早就不在人世了 彼时的叶文杰发现他自己已经陷入了 深重的精神危机之中 自己之前做过的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今后也不可能再产生什么有意义的追求了 虽然他的肉体拥有了一个家庭 但是他的心灵反倒无家可归了 1979年10月的一个晚上 叶文杰像往常一样职业班 他突然收到了一条来自于宇宙的识别度为5个A的信息 识别度只要达到一个A 就说明信息中含有智能的可能性大于90% 而连续5个A则属于一个极端的情况 通过自已解系统 信息的前三句话是三条重复的警告 不要回答 紧接着他又收到了第二个信息 内容是 我们这个世界收到了你们的信息 我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和平主义者 我首先收到你们的信息 是你们文明的幸运 警告你们不要回答 在你们的方向有千万颗恒星 只要不回答 我们这个世界就无法定位发射源 如果回答 发射源将被定位 你们的行星将遭到入侵 你们的世界将被占领 不要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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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后来重要的话 说三遍的梗的由来 这时叶文杰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在八年前做的那个实验 并没有失败 信号被四光年以外的半人马座中 存在着的一个外星文明收到了 信息一光速传播 去用了四年 回来又是四年 所以这条回信 叶文杰等了八年多 然而叶文杰并没有珍惜这个 可是全人类逃过劫难的机会 他已经思考了整整八年 对于人类 他早已深深的绝望了 于是他迅速的做出了决定 用他那纤细而苍白的手指 决定了全人类的命运 他发送了回信 信的内容是 到这里来吧 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 我们的文明以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 发完回信之后 叶文杰感到头晕目悬 他昏倒在雪地里 醒来之后 他被告知他已经怀孕了 然而更令叶文杰震惊的是 收到外星文明回信的 不止他一个人 雷志成也知道了 原来雷正伟背着所有人 在主计算机中运行了一个秘密的程序 把所有的信息都备份了 所以他和叶文杰一样掌握了 外星文明发来的信息 但是由于叶文杰回信的时候 恰好用的是非常规文件接口 就这么阴差阳错的 使他在无意中绕开了雷志成的监控 所以雷志成只知道 叶文杰收到了外星文明的信息 并且企图掩盖 而不知道叶文杰已经回信了 于是聪明的雷正伟便打起了小算盘 多年来自己在叶文杰身上的投资 终于有了回报 他想让自己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发现外星文明的人 从而名垂轻视 所以他在装腔做事的严厉的训斥了叶文杰知情不报 以及刻意隐瞒的行为以后 态度和缓的叮嘱小叶 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此事 对杨卫宁也不要说 后面的事情由他来处理 他雷正伟会出于与杨卫宁多年的私交的考量而摆平此事 这相当于告诉了叶文杰两个重点 一雷志成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发送了回信 二这件事情全世界目前就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他绝不能允许雷志成毁掉自己刚刚燃起的新的希望 于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和计划 以极快的速度在叶文杰的脑海里形成了 他表面上答应了雷正伟 但一出办公室他就用搬手拧松了接收系统的一颗接地线上的螺栓 由于叶文杰平时就负责设备的检修工作 所以谁也不会注意到他此刻都干了些什么 很快值班技术员就发现了这一故障 由于这种情况之前也发生过 都是由在悬崖上的那一段接地线被腐蚀造成的 所以通常的解决办法就是派人从悬崖吊着安全绳下去维修 就像今天高空擦玻璃那样 雷志成是一名很敬业的政工干部 总是身先士卒 亲自检修故障 这一次也不例外 他顺着绳子从悬崖处缓缓下降 叶文杰又借故支开了现场的另一名战士 然后他掏出了一把事先准备好的 由三段锯条合并在一起的钢锯 用这种钢锯来切绳子 绳子的断裂处看起来就像是自然磨损的一样 本来一切都朝着叶文杰预计的那样发展着 就在此时丈夫杨卫宁来了 他问清情况之后执意要下去帮忙 叶文杰让他用另一根绳子下去 杨卫宁说不用 政委的这条绳子很结实 甭说两个人三个人都没问题 但是他看到妻子十分坚持 也就同意了 说等叶文杰再拿一根绳子回来 自己再下去 不成想等叶文杰拿着另一条绳子赶回来的时候 杨卫宁已经顺着雷志成的那条绳子下去了 此时下面的两个人已经检查完毕 正在沿着同一条绳索向上爬 真的不会再有机会了 于是叶文杰掏出了那把特殊的钢锯 就像后来他对审问人员描述的那样 冷静的 毫不动感情的锯断了绳子 在听到下面传来的两三声短促的惊叫之后 叶文杰看到从崖底流过的那条小溪变红了 当然 叶文杰杀人的那一段的叙述 是在他被捕之后对审讯人员说的 在聚会的现场 叶文杰回答了汪淼的提问 为什么要在他的视网膜上打上倒计时 因为三体人害怕地球人用纳米技术 在太空建立起防御体系 对未来的三体舰队构成威胁 汪淼不是研究纳米应用技术的吗 所以才用这个办法来恐吓他 而为什么三体舰队需要400年后 才能到达太阳系 而不是40年后 那是因为 十分之一光速的航速 只是三体舰队的最快航行速度 不能持久 而且加速的过程是很缓慢的 所以三体舰队到达太阳系的时间 应该是距今450年以后 就在此时 大使带领的特种部队 向ETO组织发动了进攻 陈雪拿着一个小型的核弹威胁大使 大使便朝着核弹开枪 子弹引爆了小型核弹外围的普通炸药 但并没有引发核弹爆炸 不过现场的所有人也都遭受到了核辐射 呼吸行动结束后 现场所有三体叛军的成员 除了被击毙的 其余的全都被抓捕了 也包括叶文杰 以下是我的吐槽时间 本来有些话呢 是准备等到这个系列 全都讲完了之后再说 但是从这个第二十二集 看到第二十六集 觉得实在是太水 所以有点帮不住了 就在这里一吐为快 友情提醒 听不得批评这部戏的意见的朋友 您可以看到这里打住了 因为我接下来的话呢 可能会使您不悦 勿为言之不欲 首先呢 我想说的是 在这几集里面呢 我看到有一些非常不符合逻辑的剧情 前面由于潘海已经故意泄露了地球三体组织的人员名单 对吧 致使ETO刚刚遭到了全球性的大抓捕 在这个时候 这个组织里的人难道不应该化整为零 转入地下 暂时折服起来吗 怎么会不紧不躲 还立即举办了如此大规模的聚会 而且还把这个聚会的地点选在了北京附近 最高统帅叶文杰本人也亲临现场 在这种非常时期 你整出这么大的动静 用孟子的话说 你不作会死啊 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对不对 而且呢 汪淼呢 我觉得他早就已经暴露了 从前面的剧情里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叶文杰应该是早就已经意识到 汪淼的这个卧底的身份了 连只有常伟司一个人知道的 那么秘密的安全屋的位置 八个人间ETO都事先知道了 连沐星跟大使那么秘密的会面 潘寒都知道了 那个汪淼 汪三水啊 天天跟这个史强公开的混在一起 不是喝酒 就是炉煮 史队还替汪淼接孩子放学 俩人都快成连体婴儿了 ETO怎么会不知道 叶文杰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知道了为什么还要让汪淼来参加聚会呢 而且整个组织对于军方的这个突袭 好像是毫无准备的样子 让人家一锅给端了 给人的感觉呀 好像是这个统帅叶文杰 故意要让这个中国的军方 摧毁自己的三体组织一样 这明显的不符合逻辑 其次啊 我觉得大使的这个破案的分析能力 不是一般的弱呀 连沐星这么一个小记者 都能查出叶文杰的问题 而警方和作战中心拥有那么多的资源 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却迟迟不能够确定叶文杰就是统帅 这个太说不过去了 再说潘寒 我在上期的视频里就已经说了 在原著中呢 申于飞是死于和潘寒的枪战 这就合理的解释了 后来叶文杰要处决潘寒的原因 暗示编剧把申于飞的死改成了自杀 这样一来处决潘寒的理由就非常牵强了 就因为潘寒是降临派就得杀死他嘛 那现场那么多的降临派了 难道都杀了吗 对不对 而且我不明白 在剧中潘寒为什么要承认是自己杀了申于飞呢 申于飞是不是你杀了 是我 人明明不是他杀的呀 莫名其妙啊 对不对 是不是又出现了那个小八哥呢 原本是按照原著的这个内容拍的啊 是潘寒杀死了申于飞 由于种种原因呢 又改成了申于飞自杀 而后面的戏又忘了跟着改过来了 是这么回事吗 最后随便聊两句啊 我坦率的说 我已经好久没看过国产电视剧了 这次拍的要不是三体 我也不会看 为什么呢 因为我无法接受粗制滥造的东西 首先 国产剧的这个水分实在是太大 拿到一个剧本呢 可能是三十几的 这一膨胀就变成了五十几 那多出来那二十几不就都是水了吗 你看着半截 要是出去买瓶酱油回来接着看 一点都不耽误 前后都对得上 你甚至一集一集跳着看也行 其次这个国产剧的质量啊 总体上讲 那就叫惨不忍睹 我觉得有一些编导们 实在是太歧视观众的智商了 具体的我就不举例子了 什么这个抗日剧 什么宫斗剧 神仙剧之类的 汗牛冲动实在是太多了 最后就是表现题材方面 当然这跟我们现行的这个审查制度是有关的 当一部戏的全体的组创人员 把最大的精力都用在研究怎么过审上面 节目的粗制滥造几乎就是必然的了 一个剧拍之前得先请示能不能拍 得到的答复呢 往往就是你们先拍着吧 这叫什么话呀 你哪怕有一个标准 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也行 大家全都绕着走 对吧 不惹你 你又不说清楚 最后你再来拍板 那您要是把这部戏给毙了呢 这么多人的努力 这么多成本的开销 怎么办啊 问题是我拍之前不是没问过你 你没说不能拍呀 对不对 审查制度的存在就是中国列剧产生的重要原因 中国不是没有人才 不是没有好剧本 好演员 好导演 我在前面也做过一些关于这个霸王别姬和活着这样优秀的作品的节目 为什么我们差不多已经有20年看不到一部好电影了呢 对于这种问题的答案 我只能说 你懂得 扯得有点远哈 接下来就是三体全剧的大高潮 古争行动 我将继续精彩讲述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被捕后的叶文杰很痛快地交代了他在基地杀死丈夫杨卫宁和郑伟雷志诚的过程 在雷扬二人遇难之后 上级很快就以普通工作事故处理了这件事情 在基地的所有人眼中 叶文杰和杨卫宁的感情很好 因此谁也没有对他起疑心 叶文杰的生活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肚子里的小生命也在一天天的长大 这天基地上来了几个十几岁的孩子 他们都是山下齐家屯的 听说在雷达峰上有大知识分子 因此就来请教一些物理学方面的问题 叶文杰问他们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啊 孩子们说已经恢复高考了呀 你不知道吗 连黑五类的娃都能去参加考试 谁的分高谁能上大学 叶文杰愣了半天 然后赶紧回答孩子们的问题 并且说今后学期上有困难 可以随时来找他 简要介绍一下中国恢复高考的事情 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兴起 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开始处于停滞的状态 从1970年开始 全国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院 所谓工农兵 不明思义 指的就是工人农民和军人 这些人上大学不是通过考试 而是被推荐的 而且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任务不是学习 而是上大学管大学 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简称上管改 随着文革的结束 邓小平在1977年决定从当年起恢复高考 这一决定立刻在全国掀起了青年人的读书热和学习热 回到剧中 从那时起 隔三差五就有孩子们来请问问题 后来来的人越来越多 经过基地领导的同意 叶文杰就找了一间屋子 支起一块小黑板给孩子们上课 1978年的除夕夜 几个孩子冒着严寒给叶文杰送来了热乎乎的饺子 这使他大为感动 叶文杰在生下阳东后大出血 齐家屯的几十位农民为叶文杰献血 用叶文杰自己的话说 要不是这些人 那次他就死定了 叶文杰产后虚弱 基地的条件又很差 女儿两个的生存就成了大问题 这时齐家屯的一对老两口就主动找到基地领导 请求把叶文杰母女接到自己的家里去照顾 领导同意了这个要求 就这样叶文杰住到了齐家屯 村子里的其他处于哺乳期的妇女们 都帮着喂养杨东 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渐渐的叶文杰的住处 成了屯子里女人们的聚集地 老的少的大姑娘小媳妇 有事没事都爱往这跑 他们对叶文杰充满了羡慕和好奇 记不清有多少个晴朗的日子 叶文杰抱着杨东和村子里的女人们 坐在白花树围城的院子里 旁边有玩耍的孩子和懒洋洋的大黑狗 温暖的阳光拥抱着这一切 隔三差五的总有人把打到的 山鸡野兔之类的野味 送到叶文杰的住处 还给杨东带来了许多自制的 奇特而古朴的玩具 在叶文杰的记忆中 这段日子简直不像是属于自己的 在这个大兴安岭深处的小山村里 叶文杰心中的什么东西 似乎被渐渐的融化了 在杨东出生两年后 叶文杰和他父亲的案件都得到了平反 不久之后他又收到了母校的信 说他可以立刻回去工作 并寄来了给他父亲补发的工资 在基地的会议上 领导终于称呼他为叶文杰同志了 而叶文杰却在心里说 我才不是你们的同志呢 杨东一天天的长大 为了孩子的教育 叶文杰最终还是离开了 他本以为要度过一生的红岸基地 返回了母校 直到离开基地 叶文杰再也没有收到过三体世界的消息 回到母校一段时间之后 有一次叶文杰带着杨东去了母亲少林家 在父亲死后 聪明的少林很快就从精神打击中恢复了过来 他紧跟行事高喊口号 并且与一位受迫害的教育部高干结了婚 当时那名高干还在干校驻牛棚劳动改造 但少林却是老谋深算 他清楚社会的混乱不可能长久 受迫害的老干部们迟早还是要上台执政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次的保又压队了 文革还没结束 他的那位丈夫就恢复了职位 后来又升到了副部级 少林自然也跟着平步青云 很快升任为一所名牌大学的副校长 晚饭后少林的丈夫送叶文杰和阳东母女出门 他对叶文杰说今后欢迎你们母女常来 但是不要翻历史旧账 对于你父亲的死 你的母亲没有责任 倒是你的这位父亲呢 对他的那些信念执着的有些变态了 一条道跑到黑 抛弃了家庭的责任 让你们母女吃了很多的苦 叶文杰冷冷的对他说 你没有资格谈我的父亲 这是我和我母亲之间的事情 与别人无关 此人点了点头说确实与我无关 我只是在转达你母亲的意思 叶文杰回头看了看 正在高干小楼上偷窥着自己的母亲 无言的带着阳东走了 此后便再没有和母亲来往 在原著中有一部分内容 没有被电视剧表现出来 这完全在意料之内敏感嘛 但是我认为呢 有必要把这一段内容给他补上 因为正是这件事情 最终坚定了叶文杰 想要将宇宙高等文明 引入地球的决心 叶文杰在回到母校之后呢 他经过多方的查找 他找到了当年打死他父亲的 那四个红卫兵小将其中的三个 这三个人后来都成了反乘之亲 叶文杰给他们每个人都写了一封信 约他们到当年父亲遇害的 那个操场上来谈一谈 叶文杰倒并没有复仇的打算 毕竟他在红岸基地 已经向包括他们在内的全人类付了仇 此刻的叶文杰 只想听到这些凶手们的忏悔 或者是看到哪怕一点点的人性的回归 在约定的时间里 三个老红卫兵都来了 这三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 与当年的那三个英姿煞爽的 女红卫兵小将们 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了 除了青春 他们显然还失去了更多的东西 其中一个粗壮的女人 挑衅的对叶文杰说 你以为我们不敢来吗 叶文杰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见见面 过去的事情应该有一个了结 另一个瘦弱一点的女人就说 已经了结了 你应该听说过的 她指的这个了结呢 应该就是说这个文革的结束 叶文杰说 你们难道不应该忏悔吗 这时三个人中的那个 只有一条胳膊的女人说 那谁对我们忏悔呢 从大串联到大检阅 再到大武斗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 红卫兵从生到死的全部过程 我还在一次武斗中 被坦克压碎了一条胳膊 那年我才15岁啊 后来我们四个又去了广阔天地 两个去了河南 两个去了陕西 都是最偏僻和最贫穷的地方 干完一天的农活 累得连衣服都洗不动 躺在漏雨的草屋里 听着远处的狼叫 慢慢地从梦里回到了现实 有时候在这个荒山小境上 遇到了昔日的红卫兵战友 或者是当年武斗中的敌人 双方互相看看 一样的破一烂山 一样的满身尘土和牛粪 彼此相视无语啊 知道还有一个女孩 今天为什么没来吗 她来不了了 她在大冬天跳进黄河去抢救 被洪水冲走的生产队的羊 结果被淹死了 回城之后 我们这些人要工作没工作 要前途没前途 什么都没有了 听罢这些的叶文杰彻底无语了 独臂女人说 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风》 结尾处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 站在死于武斗的红卫兵的墓前 孩子就问大人说 他们是烈士吗 大人说不是 孩子又问 他们是敌人吗 大人说也不是 孩子再问 那他们是什么呢 大人说是历史 独臂女人兴奋的对叶文杰 挥舞着大手说 你听到了吗 是历史了呀 现在谁还会记得我们 大家很快都会忘干净 三个女人最终走了 把叶文杰一个人留在了空旷的操场上 三个老红卫兵 面对着自己当年施暴的杀人现场 和被害人的女儿 无依人忏悔 回到大学半年后 叶文杰就承担了一个重大的课题 并且负责为一个大型射电天文观测基地选址 在西北的一个偏僻的山区 叶文杰第一次见到了美国人伊文斯 伊文斯对叶文杰说 他要当救世主 拯救一种濒临灭绝的燕子 所以他在当地种了很多的树 他想为这种燕子创造一个伊甸园 伊文斯在12岁的时候 他的石油大亨父亲的一艘油轮触礁 两万多吨原油被泄露到了海里 对当地的生态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小小的伊文斯望着眼前的这一切 感觉这就是世界末日了 而他的那个富豪父亲却对他说 你看到的这些算不了什么 这只不过是一个大过程中 微不足道的小插曲而已 这就是文明的游戏规则 首先要保证人类的生存 和他们舒适的生活 其余的都是第二位的 然而伊文斯并不认同父亲的这一观点 小小年纪的他就立志要当一名救世主 为此他还创造了一个学说 叫做物种共产主义 核心理念就是 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物种生来平等 这一次的会面 12人心中都对对方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但在此后的三年里两个人却再也没有过联系 三年后 叶文杰忽然收到了伊文斯寄来的一张明信片 上面简简单单的写了一句话 到这里来告诉我怎么活下去 于是叶文杰再次来到了那个偏僻的西北山村 他发现伊文斯的那片树林正在被大量砍伐 叶文杰就质问当地人 说你们为什么要砍别人的树呢 当地的生产队队长说 这片林子不受法律保护 叶文杰说伊文斯是在荒山上种树 又没有占用耕地 再说了 他当初种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说他不受法律保护呢 生产队的队长就说 是啊 原本呢 我们是想等再过几年再砍 毕竟猪养肥的在杀嘛 可是别的村的人已经等不及了 他们已经开始砍了 我们要是再不动手呢 也就没份了 叶文杰气愤的说 我要向政府的相关部门去反应这个事 这个时候村长指的远处 正在运送木头的一辆大火车说 你就别费那个劲了 看到没 这就是县林业局副局长 还有镇派出所的 木头鼠他们拉走的最多 这片林子没名没份 不受保护 你告到哪都没用 叶文杰在破摇洞里找到了伊文斯 伊文斯对他说 我刚刚从美国回来 我父亲在两个月前去世了 我继承了他的大部分遗产 总计45亿美元 以我现在的财力 我可以让他们立刻停止砍树 还可以让他们为我种树 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整个人类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只要文明像这样发展下去 不只是我想保护的那种燕子 还有其他的生物 迟早都会灭绝 叶文杰说 人类文明已经不可能 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改善了 伊文斯疑惑的问道 人类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力量吗 叶文杰思考良久说 然后他就完整地讲述了 红岸基地和三体世界的事情 伊文斯静静地听着 最后他说 如果你讲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那么我们就是同志了 三年后 叶文杰北一架直升飞机 带到了大西洋深处的一艘巨轮上 这艘巨轮叫做审判日豪 也是伊文斯建立的第二红岸基地 伊文斯庄重地对叶文杰说 按照你给定的方位和频率 我们收到了三体世界的信息 你说的一切都被证实了 伟大的三体舰队已经起航 目标是太阳系 将在450年后到达 然后他指着船上的人群说 你现在看到的 就是地球三体组织的首批成员 认同我们理想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的成员遍布整个世界 而您将成为地球三体运动的最高统帅 然后全体人员一起高喊口号 消灭人类暴政 世界属于三体 然而此后 ETO组织内又分化出了降临派 拯救派和幸存派 这些派别的主张 与叶文杰当初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降临派的真正目的是 想彻底毁灭人类 拯救派则天真的希望 通过解决三体问题来拯救三体世界 而幸存派则希望 依靠出卖同胞 换取自己的子孙苟活于世 叶文杰还供述了三体世界 已经向地球发送了两个质子的消息 他们是一把锁 锁死了地球科技 这就是全球科学家们纷纷自杀的原因 大使在上次抓捕ETO组织的行动中 受到了核辐射 经过一段时间的住院治疗 出院后的他再一次找到了汪苗 二人一起参加了全球作战中心的会议 由于伊文斯截留并独享了三体人发来的信息 并将其储存在审判日号的巨轮上 所以接下来的行动就是要设法取得这些十分关键的信息 由于审判日号上的降临派们在受到攻击时 很可能会在十几秒钟之内就销毁这些信息 因此确保信息被安全的获得了唯一的办法 就是在发动攻击之后的十秒钟之内 使审判日号上的所有人失去行动能力 这一难度极高的要求 使得在场的各国的军官们面面相去 大家纷纷拿出很多方案 但谁都没有一击必中的把握 此时我们的使队闪亮登场 并提出了他的鼓征计划 因为审判日号四天之后要通过巴达马运河 大使提出来在运河最狭窄处的两端各立一根柱子 然后把用纳米技术制造的飞刃丝线 以50公分的间距平行的连接两根柱子 由于纳米飞刃的粗细仅相当于头发丝的十分之一 所以人的肉眼是无法看出来的 同时纳米飞刃又可以轻易的切割任何物体 等到审判日号经过的时候 完了 就是钱 经过对细节方面的讨论 大使的这个计划被通过了 而且大使还提议让这艘巨轮在白天通过运河 因为晚上人会睡觉啊 50公分的间距不能确保同时杀死船上所有的人 白天不管他是站着还是蹲着还是坐着 那也都够了吧 在大使的鼓征行动计划被通过之后 全球各战区分工合作密切配合 彼时距离审判日号通过巴拿马运河的时间只剩下了96个小时 巴拿马运河位于巴拿马境内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最狭点 该运河的建成结束了海上往返两大洋必须绕过美洲最南端的历史 使总航程被缩短了数千乃至上万公里 大大的提升了运输效率 被誉为世界桥梁 几天后汪淼被带到了盖拉德水道做各项准备工作 这个水道就是以巴拿马运河的工程师的名字而命名的 在一切就绪之后 斯坦顿上校收到了在审判日号与纳米古征之间 已经没有其他船只的报告 随后上校下令把琴竖起来 为了迷惑船上的三体组织的成员 行动的现场被伪装成工地 特工人员也伪装成戴着安全帽的工人 眼看着审判日号距离古征的琴弦越来越近 汪淼感到心跳加速呼吸急促 他不由得浑身剧烈的颤抖了起来 此时他心中忽然涌起了一股对史强的强烈的憎恨 这个王九蛋 他怎么会想出这种魔鬼主意 斯坦顿上校故意跟汪淼聊天 以缓解他的紧张情绪 但显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审判日后终于开始通过死亡之勤 当庞大的船体从两根钢柱之间栩栩使过时 起初看上去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以至于汪淼有些怀疑那些纳米斯是否真的存在 但很快他的怀疑就被否定了 一个正在清洗甲板的工人 忽然毫无征兆的如你伪地 并断成了三截 同时汪淼和上校也听到了 纳米西斯切割着钢铁巨轮时 发出的高分贝的刺耳噪音 紧接着被切成片状的船体 各部分之间开始相互分离 并发出怪异而剧烈的响声 那声音听起来就好像 往正在旋转的马达里 扔进了好几个扳手一样 当审判日号全部通过琴弦 他就像一堆落起来的盘子一样 在惯性的驱使下 依旧整体缓慢的前行着 直到船头撞到河岸 他才开始散成每片半米厚度的40多片 上部的薄片前冲速度最快 与下面的薄片逐级错开 整艘巨轮从远处看 就像一碟被向前推开的扑克牌那样 朝着岸边扑散开来 数十片巨大的钢铁扑克 滑动时相互摩擦 发出尖利的怪声 并迅速扭曲变形成一堆复杂的形状 使人根本无法想象 他们曾经是一艘船 随即大批的士兵冲向河岸 展开救火和收索 当然船上已不可能还有火口了 切割面像镜面一样的光滑 上面随处可见一块块红色的圆斑 行动结束后 斯坦顿上校对汪淼说 将来我一定要听一听 真正的古针演奏的乐曲 不知道这位上校将来若真有一天 听到高山流水和汉宫秋月 这样的曲子的时候 会不会想起今天的画面 古针行动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 然而此针却是人类历史上 最血腥的一架针 也只有魔鬼才能弹奏这张死亡之琴 常伟斯将伊文斯的死讯告诉了叶文杰 当时的伊文斯正处在审判日号的指挥中心 他被飞刃切割成三段 最上面的部分向前爬了一米多 他死不瞑目 人们在他爬行的前方几米处 找到了储存的三体信息的硬盘 里面的信息量足足有28个计之多 常伟斯向叶文杰公开了其中的部分信息内容 使叶文杰终于有机会一窥三体世界和三体人的面貌 在这里电视剧的主创人员想了一个特别聪明的办法 因为原著的作者没有在书中详细描述 三体人和三体世界的具体样子 这在小说里没有问题 但是在影视剧中这样就不行了 影视剧不能光是播放声音 然后电视屏幕是黑的 拿电视机当半导体那么用 那不行对不对 必须要有画面 必须要有三体人的外形 可是人家大刘又没说三体人长得怎么样 直到整个三体三部曲都结束了 我们也不知道三体人究竟长得是啥样 那这可怎么办呢 于是这个剧组就设计了一个在原著中没有的环节 让大使跟汪淼再度回到游戏里面 然后再以地球人对三体人的想象 在游戏里创造出了三体人的外貌 这样一来呢 即便是你觉得三体人的样子不符合你的想象 也没关系 因为人家已经说了嘛 这只是人类想象出来的三体人的样貌 而且还是在游戏中的样子 所以呢 如果不像也没毛病 1379号监听员 已经独自在1379号监听站里面工作了很久 像这样的监听站在三体世界有好几千个 监听员是三体世界中一个卑微的职业 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快乐可言 唯一要做的就是全神贯注地聆听着 宇宙间可能存在的智慧文明的信息 而与之相伴的就只有显示器上的 永远一成不变的曲线和孤寂寒冷的长夜 这一切都早已令1379号监听员无法忍受 但他却不得不栖身在这个方寸之间 因为他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监听员的技能很单一 只是一些城市化的操作和维护 在这里待久了 他就很难再找到别的工作了 而三体世界是不养闲人的 当一个三体人不能工作 或者在五千个三体时 也就是大约半个地球年之后 还找不到工作的话 那么他将被强制脱水并且被焚烧 因此1379号只能孤独而卑微的 捐缩在这个令人窒息的空间 以换得余生苟延残喘的时间 但是今天 当他扫了一眼多行显示之后 发现有一些异样 紧接着系统就识别出了 这使一速含有高智能的信息的电波 这就是叶文杰偷偷向宇宙发的那封信 监听员一遍遍地阅读着来自地球的信息 他的思绪在地球上的永不风动的蓝色海洋 和翠绿闪光的森林田野间飞翔 他在想象中感受着那清凉的微风与和煦的阳光 那是个多么美丽的世界啊 是三体文明梦想中的天堂 然而激动和兴奋很快冷却了下来 他迅速地意识到 那个天堂不属于自己 三体世界得到地球天堂 并不能使自己的孤独而卑微的生活 有丝毫的改变 恰恰相反 在目标确定之后 三体世界必然会裁减一部分监听站 而自己则肯定在首批被裁减之列 等待着自己的将是被强制脱水和焚烧 而那个美丽的蓝色星球将会在庞大的三体舰队的炮火下开始燃烧 蔚蓝的海洋沸腾蒸发 地球将被占领 天堂不复存在 1379号不想失去那个 哪怕只是存在于梦中的天堂 他要用自己卑微的生命争取一次燃烧的机会 他迅速扑到操作屏前 编写了一条简短的信息 并发往地球 很快1379号监听员这个叛徒就被带到了三体元首的面前 三体元首从不发怒 如果三体人有神经的话 那么元首的神经就会像汪淼的纳米斯那样坚韧而稳定 元首冷静地问他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监听员也冷静地回答 为了不虚度此生 1379号监听员继续说道 三体世界已经让我厌倦了 我的生活和精神除了为生存而战 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对个体的尊重几乎不存在 个人不能工作就得去死 法律只有两党 有罪处死 无罪释放 我们没有文学 没有艺术 没有对美的追求和享受 我们甚至连爱情也不能倾诉 这样的生活有意义吗 我只是一个小人物 在社会的最底层 没有人会注意到我 我孤独一生 没有财富 没有地位 没有爱情 也没有希望 如果能够拯救一个自己爱上的 遥远的美丽世界 那我这一辈子至少没有白活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这个举动 我这辈子连亲眼见到 像您这样的大人物的机会都没有 难道不是这样吗 原首说三体世界早已经历过你所向往的那种文明 结果证明它是脆弱的 而且地球人也是好战的种族 很危险 在我们完全占领地球之后 我们不会对地球文明进行太多的干涉 地球人完全可以像以前那样生活 只有一件事情是被永远禁止的 那就是生育 原首接着对1379号监听员说 毫无疑问你是有罪的 你是三体世界所有轮回的文明中最大的罪人 对你而言 脱水和焚烧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惩罚 我要让你活着亲眼见到地球失去一切希望的那一天 我要让你明白 你根本拯救不了你的天堂 法律在此对你出现了一个例外 你自由了 你走吧 1379号监听员走后 三体元首下令处决了6000个与此次的管理披露事故相关的责任人 以及他们的领导 同时决定派出三体舰队占领地球 尽管此时的三体元首连地球的大致方位都不清楚 但严酷的三体世界的环境迫使他必须要让三体舰队冒险出击 在八个地球年之后 三体元首收到了叶文杰的回信 通过叶文杰对地球文明的更多的介绍 三体元首意识到 由于地球人的学习速度十分可怕 当三体舰队在450个地球年之后到达太阳系的时候 地球的科学与技术将远超三体 于是三体元首就制定了三个计划 第一个计划代号叫做染色 就是利用科学和技术产生的副作用 使地球公众对科学产生恐惧和厌恶 这就是潘寒不断利用环保问题做文章的原因 第二个计划叫做神迹 就是制造科学逻辑无法解释的假象 进而导致地球科学思想体系的崩溃 这就是申于飞的工作内容 而最最关键的就是第三个计划 制子工程 就是将一个微观世界的质子在二维中展开 并在上面进行电路时刻 然后再将其收缩成十一维 这个时候的质子已经被改造成了一台肉眼看不见的超级计算机 立刻潜伏到高能加速器里面 制造错误和混乱的试验结果 从而锁死地球科学的发展 同时留在三体星的两个质子 可以实时接收地球的质子发不来的信息 这样就实现了三体世界对地球的实时监视 当时在场的所有人的眼睛都看到了这条信息 就像汪淼当初看到倒计时那样 他只有五个字 你们是虫子 大使用车将二人带到了北京郊区 看着漫天飞舞的蝗虫 整个问题像一漂冷水一样 泼在了两名醉汉科学家的头上 二人很快就明白了大使的意思 都被真正的战胜过 三个人沐浴在虫子的暴雨当中 感受着地球生命的尊严 他们将酒瓶里的酒 徐徐地倒在了脚下的华北平原上 这是净虫子的 史强由于在抓捕地球叛军时 受到了严重的核辐射 患上了白血病 上级让他进入冬眠 以便到未来进行治疗 后来在危机纪念中 他成功地保卫了罗吉 开岛后恢复了正常的工作与生活 近百岁时寿终正寝 丁怡在后来的危机纪念中 曾两次与张北海会面 对后者的思想和决策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他活了二百多岁 最终死于与三体水滴的末日战役 常伟司后来参与制定了增援未来计划 并提醒他的继任者 张北海可能有问题 退役三年后 六十八岁时因病去世 叶文杰最后一次登上了雷达峰 他望着残破不堪的红暗基地遗址 和正在云海中下沉的夕阳 难难地说道 这是人类的落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